第二百九十九章拜堂 王芷儿被穆青城劫持 在树梢屋顶飞纵 动又不敢动 骂也不敢骂 穆青城可不比李炯 他真会把他从屋顶丢下去的 寒风刮在脸上 凉嗖嗖的 他可不像穆青城这样的武功高手 冬天里把凉水泼在身上 都不感觉动 他的手脚都快冻僵了 证人无可忍 想要破口大骂 却感觉有股暖流从手腕上升起 直往全身而来 他仰起了手腕 便看到那普通无奇的手镯 忽然间冒出了亮眼的红色 手镯里边那只隐藏着的凤凰 便露了出来 像是展示高飞 他吃了一惊 说穆青城快松开我 穆青城松开了他 一把拿起他的手腕 道 你怎么也有这样的手镯 手镯上的红光渐渐的隐退 又变成了那平淡无奇的模样 和姑姑的道士略有不同 穆青城低声道 书月灵也有这么一只手镯 王芷儿微皱了皱眉头 没错 穆青城不想再谈那个女人 她布置了良久 还是被那个女人发掘了 还白白让湘君丢了性命 到头来 还是让王芷儿一讲货 才让那女人无处可逃 王芷儿四处望撂望 发现这里是离城外不远的农庄 拿怀疑的目光朝她望住 穆青城说 芷儿 我什么都布置好了 我等这一日已经等了许久了 她把手指放在嘴里打来的呼哨 农庄里边涌出一大批的人来 各个穿红带绿的 全是三姑六婆 其涌到王芷儿跟前 新娘子来了 来来来 我们先替你打扮打扮 王芷儿呆正正地站住 僵直住脖子望向木 青城 穆青城扯着嘴角笑 娘子 不值得简陋了一些 您别介意 日后为夫会给你补办的 王芷儿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拉到堂屋里去了 王芷儿哪里肯罢休 死命地挣扎 几拳几脚地 就把那几名三姑六婆给打倒了 可她忘了还有一个穆青城 穆青城上来 伸了手指一点 就把她给点软了 有两个年轻的姑娘服定 王芷儿气得直咬牙 咬牙也没办法 主席之上 她居然看到了王芷青 她身边有两位俏理的丫鬟 一人一手放在她的肩头 威仪用力 那张和她有几分相似的脸 便一阵扭曲 王芷凯不配做咱们的证婚人 我找来了你的大哥 他很愿意的 穆青城在他耳边轻声道 咱们成婚之后 你成了我的夫人 咱们就离开这里 离开王家 这不是你一直向往的吗 我带着你 和你哥哥一起离了这里 王芷青仰着头望他 脸色羞愧 妹妹 都怪我不好 被他们骗了来 王芷儿说 哥 不怪你 他冷冷注视着那两名丫鬟 还不松开了他 那两名丫鬟并不理睬 只向穆青城望了去 穆青城便挥了挥手 那两名丫鬟这才松开了他 王芷青站起身来 扶住了王芷儿 怒声向穆青城道 姓穆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穆青城向王芷青行了一礼 道 大舅子 请上座 今日是我 与令妹成婚的好日子 自是得由你这位大舅子到场 他也一扫 那两名丫鬟又一人扶了他的肩膀 手一压 把他压在了座位之上 有女孩环从屋里走了出来 手里拿了一块大红头盖子 王芷儿见识不妙 这穆青城 庞扶当真了 他急道 穆青城 你给我批一块头盖头 就想娶青 你这是想娶小妾还是怎么的 穆青城道 芷儿 我知道这样是委屈了你 等咱们到了目的地 我自是会补偿你的 王芷儿 在那两名丫鬟的手掌心直跳脚 不 没有大红洗袍 我说什么 也不会成亲 穆青城 好整以暇地看住他闹 眼眸却冷似寒冰 王芷儿闹了两闹 累得气喘吁吁 指的停了下来 穆青城道 芷儿 这才对了 我对你的一片真心 你为何就是感觉不到呢 他一挥手 王芷儿便被蒙上了大红井帕 堂上有人唱起了一拜高堂 王芷儿被两位丫鬟压着 跪了下来 大红井帕遮挡之下 他只看见那悬色的井袍 与他的衣服相接 王芷儿头被人一压 便压低了跪拜 恨得牙齿直痒痒 却无可奈何 只期望着那十二女妻 能循迹而来 将她救了回去 又期望红红的鼻子 可千万别失灵了 夫妻对拜 堂上的声音又唱了起来 王芷儿被压低了头 面转向了穆青城 他嘀嘀地笑 王芷儿 咱们总算要成为夫妻了 王芷儿正感绝望 却忽然看见了鞋侧方处 有 一双鞋面上 袖住浅绿色翠竹的鞋子 马上大叫 红红快点动手 红红今儿个早晨 穿的就是这双鞋 他不会认错 但那双鞋依旧没有动 他不会认错的 王芷儿拼去了全身的力气 一下子挣脱了那两丫鬟 扯下了头上蒙住的井帕 就见那红红站在堂上 呆呆地望住他 难道他也是被穆倾城劫持来的 他上下打亮了红红一眼 却见他神情愧疚 把头微微垂下 王芷儿的心沉了下去 好了 好了 夫人 等你成了再说吧 穆倾城上前 揽住了他的肩膀 王芷儿不死心 红红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你和他早有勾结 红红脸上的愧疚更深了 拳头握得紧紧的 身子在微微颤抖 却是定定的 抬头 苍白的脸有丝微笑 郡主 今日是您大好的日子 我在这儿恭喜您了 穆倾城含笑道 这才对了 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他向红红一笑 红红的头垂得更低了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 勾结到一起去了 王芷儿千算万算 却万万没有想到 连红红都有可能背叛他 他忽然间明白了 为什么他会一个人 莫名落了单 被搁在了屋顶 而恰巧的却是穆倾城救了他 将他带来了这里 红红在给他案底传递着讯息 王芷儿死死地盯住了他 红红 为什么 第三百章秘密 红红不敢望他 闪躲住避开他的视线 郡主 我都是为了你好 穆倾城已经接手了 以朝在两国遗留下来的势力 我们会带你回到大商国 他会成为大商国至尊至贵之人 也只有你能配得上他 他不会比离囧差的红红 抬起头来 朝穆倾城奄然一笑 穆倾城则伸出手去 将他额前的散发 拨向脑后 两人之间的默契 让王芷儿暗暗吃惊 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王子清则在一边怒骂 红红 你这个贱人 你对得起我妹妹吗 穆倾城上前 一巴掌便打到了太子清的脸上 把他的叫嚷封封在了喉咙里 眼底寒一森森 王子清 你找死 红红忙拉住了他 别理这混账 咱们快点儿办完了事 早点动身吧 穆倾城笑道 对了 还有一败 就里程了 红红向王芷儿走来 亲自扶了他 道 郡主 我不会害你的王芷儿 气得浑身哆嗦 却因身上穴道被封住了 只得任由他扶着 又往堂前而去 郡主 您别指望十二女妻会来救您了 我可花了好大的功夫 才把那十二个人调开 红红轻声地笑 日后 您会感谢我今日对您的好来的 王芷儿恨恨地道 红红 你如此做 对得起王爷吗 红红 致了致 郡主 李炯和你不合适 他手一压 就把王芷儿压得跪下 王芷儿被他扭得手臂生疼 知道红红已然下定了决心了 心底一片冰凉 他实在想不出 红红是为了什么背叛了他 而投向了穆倾城的怀抱 第三生的夫妻对败又想起来了 红红紧紧地压着他的头 让他没有办法反抗 滴滴地败了下去 他正感绝望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响起了剑笑之声 一只长灵剑呼啸而来 直射进了红红的胳膊 他一声呼痛 便松开了王芷儿 穆倾城脸色阴沉 站起身来 一把把王芷儿拉到了他的身后 道 是黑云起来了 他向红红使了个眼色 红红把用未受伤的手放进 嘴里 打了声呼哨 便见着院子里周围 呼涌现出无数的黑衣人 手持剑刃 排成阵列 红红的手臂上插了剑铃 鲜血直流 脸色神色却半点不慌 对珠光仔细查看那只剑 看清剑上刻金的窘字 道 这剑是从极远的地方射来的 他已经来了 穆倾城脸色更沉 看了一眼王芷儿 却笑了笑 芷儿 看来咱们要等到回了大商 才能拜堂了王芷儿一惊 心底忽然生起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目光在红红与穆倾城的身上转来转去 道 红红 他是你什么人 红红与穆倾城相识一笑 笑容无比的相似 红红道 终于被你看出来了吗 穆倾城道 没错 我就是他的弟弟 义母同胞的弟弟 那个被书月灵这疯婆娘 拨付取出来的孩子 红红倾然地望着王芷儿 郡主 对不住 我一直瞒着你 但这消息 我也是最近才查了出来的 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只要为了他好 我是什么都愿意的 穆倾城握住了他的手 眼底冒出柔光 黄姐 以后我会护着你 咱们回到大商 夺回咱们应有的一切两人 双手交握 脸上露出相似的坚定来 王芷儿脑中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却浑身冰凉 他苦笑 红红 恭喜你们 隔了这么多年 还能找到对方红红脸上歉意 更深 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穆倾城 似一刻也不舍得从他脸上移开 皇帝 我会助你 得到咱们应有的 穆倾城一把揽过了四处查看 想找路逃走的王芷儿 还有你嫂子 咱们三人一起 回到大商 王芷儿面色沮丧 咱们还没礼成呢 别嫂子嫂子乱叫 把未婚女子叫成了已婚妇女 红红便笑了 咱们大商 可不比大韩 规矩那么多 皇帝既是认定了你 你便是他的妻子了 我知道 你和九王爷有一段 但大商人可不会理这些 只要你日后对皇帝一心一意就好了 王芷儿心更沉 来下去 他们这是志在必得了 说话之间 马蹄声越来越近 如在耳边轰鸣 把这院子乌梁上的泥土 震得刷刷地往下落 院门一下子被人撞开 首当其冲的 是十二女骑 她们披甲而来 领头的是小黑 十二女骑之后 李炯一身银甲 骑在那匹黑色骏马之上 手里拿了一把银色长弓 两阵人马便隔住院墙对峙 慕青城长声而笑 还是被你追到了这里了 他将挣扎不休的王芷儿 揽得紧紧的 李炯的目光停在了他的手上 忽拿起弓来 指指向两人 道 放开他 慕青城却是转过脸去 在王芷儿脸上亲了一口 他已经是我的夫人了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哪容的外人插手 王芷儿气急 一脚踩在慕青城 的斜面上 怒道 鬼才跟你是夫妻 他原就被慕青城封了气穴 那一脚踩上去 像挠痒痒一般 慕青城笑了 咬着王芷儿的耳朵低声道 芷儿 等回到大伤 魏夫和你身上三五个崽子 你就知道 我和你是不是负弃了 王芷儿耳朵被他咬得痒痒的 又觉得他懒在 腰间的手开始不规则起来 咬牙切齿 慕青城 你别太过分忽地 他又听到了弓弦拉动之声 剑声呼啸而来 沿住王芷儿的面颊擦过 慕青城带着他一转身 就避开了那剑 却听他道 王芷儿 他果然忍不住了呢 如果你成了我的人 他会杀了你 也不会让你丢了他的脸 但是 我却不会计较这些 就算你已是李炯的女人了 你还是你 我会给你无上的荣耀 王芷儿听他说起这些隐私之事 脸红一阵 白一阵 恨恨地直往红红那儿走 心想定是红红把这些事 告诉了沐青城吗 沐青城似是明白了 他心中所想 却道 黄妹什么都没说 我一直在你身边 你不知道吗 我看到他在你的规房 进进出出 将你当成了他的玩物 你还不明白 李炯所说的 哪会能兑现 他能和你成婚吗 不 他不能 他说的 全是谎言 他的嘴唇擦住他的耳廊 直往嘴唇而来 吓得王芷儿比之躲避 李炯从马上腾空而起 在半空之中拉箭 一箭紧跟着一箭向两人射来 有好几次 王芷儿都以为自己会被射中了 却被沐青城带着 几个腾挪 避开了那些箭 你看 他全部顾忌你还在我的手里 要将我们俩人一起射死呢 沐青城道 王芷儿冷笑 沐青城 你别把我当成傻子 他每次都避开了我 你却把我往箭尖上推 怎么住 想吓我不成 将他往箭尖上推 却又拉着他避开 只是想让李炯担心而已 沐青城便叹道 我怎么会舍得让你死呢 他停了停道 但你的哥哥 却没什么不舍得的他一挥手 王子清便被那俩丫鬟推 了出来 红红上前一步 似想要拦阻 却到底没有拦着 只是看住王子清 叹了一口气 王子清脸色煞白 锦上被架了一把箭 沐青城道 李炯 你再往这边射一箭 我就让人在他身上划一刀 他若死了 你且说说 王子儿会不会原谅你 李炯冷着脸 张公拉了满弦 剑尖直指沐青城 王子儿大惊小怪 李炯 你干什么 沐青城一挥手 王子清脖子便缓缓流出血来 李炯沉着脸 慢慢地放下了手里的箭 冷冷地道 沐青城 本王让你带着红红离开这里 但是 他们得留下 沐青城握紧帝王子儿的 手 笑道 不行 他们得跟我走 王子儿 你是我的夫人了 我不能抛弃妻子 王子儿的手腕 被他捏得生疼 他转过头去 直叮叮地望住 红红 红红却只是垂了头 望于脚尖一点 红红 你好不容易才找到弟弟 就要让他死在这里 王子儿道 李炯能顾我几分 你心里明白 红红 你在他手下当差那么久 还不明白 他所做一切 皆有底线 你的弟弟 带不走我们的 你要我们一起同归于尽吗 劝不动沐青城 只能劝说红红啊 红红却动也不动 只看着足尖一点 沐青城冷冷地道 王子儿 我会教你什么叫 夫唱夫随的 他扬声向李炯 李炯 你能舍得杀了他 李炯一挥手 黑云齐 所有护卫拉宫满闲 院子里满是肃杀之气 他说 本王从不受到任何人的威胁 沐青城脸色变了 却把王子儿拥得更紧 王子儿垂下头去 只轻声叹息 沐青城 我说过了 你要挟布了他的 你和红红自己离开 岂不是好 沐青城却笑得开心 芷儿 你 别怕 我带你走 他双眼发红 嘴角轻轻地抽着 王子儿无可奈何 心想今儿个 真要命丧于此了 第301章杨虎 红红捶了头上前 道 皇帝 我和他周旋 你带着他走 沐青城目光闪烁 脸上有了似犹豫 红红呼的伸掌 一掌便打了过去 直中沐青城的肩膀 手一夺 把王子儿 从他的手里夺了出来 王子儿跌了落地 却听他道 快走 回到李炯身边 让他放我们走 王子儿忙爬起来就跑 记起王子青 又往回跑了两步 就见那 两个丫鬟软倒在了地上 是红红动了手 放王子青离开 王子青拉着他 便往李炯那边跑了去 红红大声道 都不准拦着 穆青城的手下 争住了 王子儿两兄妹 跑了没几步 就被黑云旗之人 救了回去 红红与穆青城 过了几招 到底打不过他 被他一掌 击在肩上 他冷冷地望住 红红 你到底顾着他 红红微微苦笑 皇帝 我顾着的人 是你 我们逃不掉的 如此下去 只会两败俱伤 穆青城道 你信他 他会放过我们 红红道 九王爷 一向是个守信之人 穆青城的手里的剑 扬起又落下 落下又扬起 终闭了闭眼 把剑扔下 上前扶起了红红 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要死 就死在一起吧 他转过头来 向李炯道 李炯 你不是一直想杀了我吗 来吧 顾海领着黑云旗靶 王子儿兄妹救了回来 见穆青城如此嚣张 低声对李炯道 王爷 死人若是回到大商 只怕会养虎为患 他对我大汗这么熟悉 日后若让他做了大商皇帝 只怕会对大汗不利 王子青让黑子 替他裹着脖子上的伤 听了这话也道 没错 这穆青城可不是好东西 据我偷听来的消息 妹妹 那吃货也是他放到了人饭市场 故意让我们买了回来的 李炯确实回头 眼睛冷凝 望着王子儿 子儿 你说呢 王子儿正正的道 我说什么 你让我杀了他 我便杀了他 你让我放他走 我便放他离开 李炯冷冰冰的道 王子儿捶了头去 杀不杀关我什么事 李炯便道 好 给本王放剑 王 子儿吓了一跳 红红还在里面呢 李炯便道 你这是不让我杀他们吗 王子儿捶了头 难难的道 让他们回去 有什么不好 如今的大伤 是胡适一族把住 他们回去与他们争权 大伤只怕会又要乱上一阵子了 这对王爷不好吗 李炯眼也不眨地望住他 忽甩出了手里的长鞭子 把他拉到镜前 用手使劲地擦住他的脸 只把他的脸擦得红红的 才罢休 低声道 王子儿 今日本王若增你的情 把他们放了 你拿什么来报答本王 王子 而不上当 垂眉搭眼 王爷爱放不放 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好 本王就让人把他们设成马蜂窝 这个人说得到 做得到的 王子儿咬着牙道 王爷想要怎样 李炯说 答应本王一件事 王子儿协助掩望他 想让我嫁给你 李炯冷住眼眸盯了他半晌 只把他盯得吹了头去 他道 这件事 还用得住你答应吗 王子儿气得差点把牙床肉给咬了下来 什么事 李炯凑到他的耳边 成婚之后 替本王生十个大胖小子 说完 他轻笑了两声 王子儿气得牙缝都在发痒 握紧了双拳 真想一拳把李炯的脸打成一面平板 可他听见了弓弦拉动之声 小黑在不远处直嘀咕 手麻了 手麻了 再不下命令就失手了 王子儿指得含糊的答 成婚之后再说吧 李炯道 你说 什么 本王听不清楚 大声点 王子儿怒 成婚之后再说 还是听不清楚 王子儿狂怒 成婚之后再说 李炯这才一挥手 让黑云旗把弓弦撤了下来 王子儿这话说得惊天动地 连外边树上歇息的乌鸦 都经得四处飞散 场内被围着的沐青城 自然也听得清楚 他定定向这边望了过来 脸色越发的白 红红道 皇帝 他不是你的 你明白了吧 沐青城深深地望了王子儿一眼 不 他会是我的的 这种执念 已深入他的骨髓 再也没办法提出 红红没办法劝他 只好道 那也得先保住性命再说 李炯让黑云旗让出一条路来 红红与木青城一众人 从这条路离了去 经过一夜的惊心动魄 王子儿与王子青虫 被十二女骑住护着 回到了王府 这次 这在赏局宴上的是王启儿 由李炯轻压了王启儿回府 让王启凯自作决定 该怎么办 王启凯能怎么办 王府的四个女儿 遮了三个 他原本把希望放在王启儿身上 可王启儿却不争气 也折了进去 唯独剩下了王子儿一个了 王子儿却是个和他补一条心的 王启凯恨得咬牙切齿 当夜便把王启儿送去家庙 剃度出家了 这一个晚上 先是爱妾五姨娘 无端地服毒自尽 再就是王启儿惹出事端 有了谋杀青年公主的嫌疑 差点把整个王府都连累了 庞府谁沾上了王启儿 谁就开始倒霉 他对王启儿简直是又恨又怕 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不少 由此 他便更是不愿意见到王启儿 就当他不存在了一半 四姨娘的将近临盆了 他把满心的希望放在楚楚腹中的那一胎上 大部分时间都留在楚楚的住处 一时之间 王府四姨娘便受宠了起来 红红走后 花子须也不见了踪影 想必也尾随着她去了 王启儿初出还有些不适应 常常把小黑叫成了红红 小黑也不生气 只看着她叹气 小黑与其他十二女妻的确极有本领 把整个王府的动静 打听得清清楚楚的 连王启恺在楚楚那里吃了几碗饭都知道 至于那吃货 李炯要派人拿了她去 王启儿不答应 她只得罢了 让顾海派人在附近买了间民居 安置了她 第302章 贼心 而清燕公主 治好了那过敏之症之后 身体渐渐地好了起来 得知是王启儿与五姨娘联手 为了隐害王启儿而害了她 知道真相之后 对王启儿没有半句责怪之意 反倒送了不少东西给王启儿押金 自幼患得大寒贵女上下一片赞扬 王启儿对她那一车车的嫁妆 贼心不死 绞尽了脑汁想卖些东西给她 所以若清燕公主有请 她必到 两个人倒是慢慢地熟悉了起来 清燕公主触手大方 每次招了王启儿去 总有东西相送 弄得王启儿眼底更冒绿光 她那一车车的嫁妆 定会落到她的口袋里去的 至于李炯 那一晚之后 被皇帝与贤德太后 招了去轮流训斥 更进了她的族 她倒是很长的时间 没有来王启儿这里打扰了 李炯不再理会王启儿 便有些流言慢慢地传了起来 说王启儿对于九王爷 只不过是个玩意儿而已 如今新鲜感一过 王启儿在李炯眼底 便什么也不是 如此同时 清燕公主经常性进出宫廷 深得贤德太后喜爱 和清已经是板上钉钉之事 却盛传了起来 这一起遗漏的流言 传至王府之人的耳里 那些下人们看王启儿的眼神 便不同了起来 十二女骑依旧在王府 护卫着王启儿 倒也没有人胆敢怠骂 但有些风言风语 便不停地传至王启儿的耳里 她一走出院子 便有王府下人 凑在一堆窃窃私语 小黑耳目灵敏 便听到了他们的话 气得撸起袖子 就想上去扇他们两耳光 却被王启儿劝住了 小黑见王启儿一脸沮丧 便劝道 郡主 你别听他们的 王爷这段日子不来 是因为他脱不开身 隔了几日 他定会来看你的 王启儿可怜巴巴地道 是啊 小黑 我日后前程暗淡 让你们跟住我 真是委屈了你们了 小黑是个时尚孩子 马上兴事严淡淡 郡主 王爷及时派我们 来保护你 你便是我们一生的主子 您别担心 郡主 王爷没把我们收回去 就因为他心底里还有您 王启儿听得脸皮眼角直抽抽 勉强平息了心情继续 庄可怜 小黑 像我现在这样子 日后是没办法嫁人了 如果不寻时机赚钱仰往 我日后怕是老吴所归了 小黑定定地望了他扮上 说吧 郡主 你又想让我们做什么鬼虫之事了 王启儿 这一日 王启儿正拿着小黑 从青燕那几车驾状里 偷来的郁如意端详 越看越觉得 这郁如意触手可温 价值非凡 又听小黑说起那几车驾状里边 有一车全是七星怪状的草药 有些连他都不知道适合用途 心底对青燕公主 更添增了几分好奇了 这青燕公主 在大商国身份这般贵重 不在本国嫁人 反倒千里迢迢来到大汗和清 是对李炯心有所属 还是有什么其他迫不得已的原因 他一来到大汗 在赏局会上就遭了陷害 幕后凶手又是和那以后 有些关联的五姨娘 事后虽然查得清楚了 但五姨娘扶香儿 却以服毒自尽 慕清成那一晚上 却和那舒月灵一同 出现在了青燕公主的房间 舒月灵虽然当时 便被红红与花子虚追着出去了 但事后也没有个结果 舒月灵到底去了哪里 红红却和幕清成 回到了大商去了 不知又掀起什么风雨 王指尔只觉得 一个个的谜团 缠在他的脑海里 让他如坠入迷雾当中 怎么也想不清楚 正想着 就听外间有小丫鬟禀报 郡主 四姨娘来看您来了 您见是不见 王指尔微微吃惊 站起身道 有紧隔步了一会儿 楚楚便扶了一个小丫鬟的手 接了帘子进来 他的肚子已然极大了 显出即将尖盆的样子来 但精神却极好 王指尔忙让人搬了张椅子 给他坐着 楚楚脸更圆了 神情也多了些雌和 早没了原来的娇媚样子 伸出手接过了 下人捧来的手炉 笑音音的道 大小姐 妾身可是好久 没能来看大小姐您了 前几日 老爷让人心请了的点心厨子 吃出来的点精美无比 是哪都吃不到的 听闻大小姐喜欢吃点 我便带了几样过来 让大小姐尝尝先 说完 她摆了摆手 小丫鬟便上前 把手里的石盒打开 从里边拿出碟子来 一一摆在了桌上 那点心 倒真是制作的极为精致 形状更是精巧 一拿出来 便一箱扑鼻 见王指尔眼睛眨也不眨的 盯在点心之上 又是一笑 王指尔收回了视线 这等时候了 四姨娘还想着我 倒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楚楚脸现了同情之色 挥手让下人退下 握了王指尔的手道 大小姐 您可别灰心丧气 听那些人胡说八道 九王爷赐了您十二女棋 便认可了您的身份了 他定会为您争取的 王指尔拿了颗点心 放在嘴里 嚼了两嚼 似有些食不下咽 楚楚便叹道 如今在这王府 我也算是看透了 老爷抵不了什么事 夫人又一病不起了 我现在唯一的期望 便是平平安安 将这孩子生了下来 让他平安长大便罢了 说完 他摸了摸肚子 脸上现了些柔光出来 王指尔便叹道 四姨娘 父亲对您这般宠爱 是其他姨娘不能比的 四姨娘如此想 倒是不应该了 楚楚神色黯然 大小姐 您想必也明白老爷的性子 如果不是府里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 老爷怎么会看重于我 一旦王府度过了这段日子了 一个个的新人取进了门 老爷怎么会记得我 他眼底映然 神情七楚 拿出块帕子来轻视眼角 剑王指尔拿了点心沉默 便收回了目光 只在心底暗暗思量 也不知自己走的这趟 是不是能打动得了王指尔 他垂了眼眸 视线放在自己拱起的肚皮之上 咬着牙响 不管怎样 为了未出事的这个 他也只能搏上一搏了 有这么好的机会 能让他肚子里的孩子 摆脱那下贱的身份 成为人上之人 他做什么都值得 他出身青楼十一 被子无法洗去的污点 生出的孩子 也永远低人一等 纵使是王岐凯的血脉 但他能护得了这孩子几分 他早就已经看透了 陈流长公主生的女儿 尚且不能自保 更何况他的 只要能让这孩子 摆脱这低贱的身份 要他做什么都愿意 只有对不起大小姐了 毕竟在这王府 王指尔是唯一对他 尚有几分善心的 王指尔放下了手里的点心 安慰他 四姨娘 你凡事想开些 父亲这些日子对您 倒是体贴关心的楚楚 是眼泪道 如今倒是还好 只是过了 这段时间 又不知会发生什么 老爷那人 您又不是不知道 他暗暗打量了王指尔一眼 见他表情不变 盲伸手打了一下自己的嘴 瞧我这嘴 老说胡话 王指尔说 看四姨娘的身形 怕是近两日就要生亡 四姨娘这几日 可得让大夫多看住些 别出了什么差错 才好处处 暗自一惊 垂了眼眸道 大小姐 妾身受教了 妾身一心想着赏菊宴上 大小姐受了委屈了 便想着送些点来 给大小姐压压惊 倒把自己的身子给忘了 王指尔便笑道 如今四姨娘已看到了我了 我这不是没什么事 四姨娘还是快点回去歇息吧 别累住了 她这是 怕丹祸 紧赶着让她离开呢 这王指尔 还是一如既往的警觉 楚楚便扶住妖 站起身来 向王指尔笑道 我还真感觉有些累了 如此 我便向大小姐告辞了 小丫鬟忙过来 扶住楚楚的胳膊 将她稳稳地扶起 接了帘子 朝屋外走去 来到长廊之外 她才甩了帕子 坐上了布链 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小黑接了帘子进来 问王指尔 大小姐 要不要奴婢派人盯着 王指尔笑了笑 不用了 小黑见王指尔 拿了桌上那点心吃 又担心了 大小姐 您可不能随便 吃别人拿来的东西 还是要阿子茶茶里面 有没有什么吧 阿子擅长变毒 无从小在药罐子里长大 无论什么药材 入了她的 嘴 一事便知 王指尔烦不胜烦 小黑 你们跟住的是位郡主 不是皇后娘娘 没那么多人想着 要我的性命 小黑无法 只得向王指尔拱了拱手 往屋外站住 去了 王指尔又抓了把点心 塞进嘴里 清燕公主 经此大难醒来之后 倒是清减了些 大商使团的侍者 对清燕公主的饮食 更为小心了 但凡端入她房中的 都会仔细小心地审查 以免又让人趁戏 花容端住那碗杏仁粥 走进了清燕公主的房间 向清燕公主行礼 见清燕坐在梳妆台前梳头 把那杏仁粥放到桌子前盖上 道 公主殿下 这粥用杏仁莲子包 煮了两个时辰 此时吃 是最好不过的 不如您趁热先将这杏仁粥吃了 清燕公主笑了笑 道 先放在那里 爸 花容有些奇怪 公主醒来之后 彭腐口味变得清淡了起来 以往 她可是无肉不欢的 第303章心狠 花容拿了梳子 想提清燕梳头 却被她拦了 道 你出去 把燕儿换进来伺候 花容垂了眼眸 心底涌起骨酸味 她是清燕公主身边最亲近的 从小到大就伺候住公主 哪知这两日 清燕对她却渐渐疏远了起来 道清静起那几名 从大汗买来的诗币 是 公主花容忍住气 到外间去换燕儿 燕儿在外间站住 一听见传唤 便走了进去 临近门时 还故意用手肘 撞了花容一下 撞得花容手臂生疼 燕儿向花容挑了一下眉 便走进了内室 花容气得下唇 差点咬出血来 决定和大商使团主持说说 让公主 把这几个没规矩地 清理了出去 燕儿走到清燕公主身边 向她行礼 公主殿下 您找奴婢来 不知有何事吩咐 她一边说着 一边接过了清燕递过来的书子 熟练地给她玩 乐个发迹 清燕公主向她扫了一眼 她便低声道 公主请放心 奴婢都查看过了 这屋子周围都没有其他人 那花容已让奴婢气得离开了 想发挥又去主持那里告状 她一边说着 一边查看清燕脸上的人皮面具 见贴合非常 没有一点痕迹 便松了一口气 她心底倒是奇怪了 心想这花满堂的手艺又高超了吗 这人皮面具做得跟真的一般 如此甚好 我如今成了公主了 便要学着她的一言一行 不能有太大的偏差 花容是她身边最亲近的 可不能让她看出破绽来 燕儿笑了笑 眼底闪过一丝冷意 公主殿下 不如我们找借口除了她 便不会有人发觉了 清燕公主把手里的簪子 啪得一声放下 冷冷地道 救 知道杀人 也不动脑子 花容死了 其他大商使团的人 不会怀疑吗 她是最了解清燕的人 对使团事物也熟悉 试问你们哪一个 能替代她形势 别以为披上了别人的脸 就真能当自己是别人 你们一个个 写给我都老实些 千万别让人发现破绽 如若不然 可别怪我心狠 燕儿吓得 一惊 手里的梳子落在地上 她扑通一声跪下 公主教训的是 奴婢再也不敢了 清燕公主冷声道 起来吧 别动不动就跪 你且说说 当日清香被那 贱人身边的两个人 追了出去 后面便没了下落 到底有没有找到 她问的是当日 假扮舒月灵的 下女清香吗 燕儿摇头道 没有 恐怕已经失手被擒了 奴婢一打听到 那红红与穆青城 已然返回了大商国 不在王子儿身边了 清燕公主眼底 显过一丝玩味 穆青城知道了 自己的身份 自然要回去的 但她却把那假东西带走 不告诉王子儿 这倒是有些意外了 燕儿道 看来穆青城 也想公主能和九王爷 顺利和亲 听到李炯的名字 清燕公主脸上 陷了些红润来 眼底的冰冷 倒散了一些 宫里边可传来了消息了 九王爷被贤德太后 叫去训斥 自是不想她和那王子儿 再有什么牵扯 让她能一心一意地 娶了公主您 公主您就请放心 等住嫁给李炯清燕公主 便笑了起来 眼底流光一彩 对住镜子打亮 你这双嘴 倒是越来越能说了 燕儿道 九王爷对王子儿有益 那又怎么样 再怎么住 她也不得不考虑 这贤德太后的感受 考虑皇上的感受 她若真娶了王子儿 便什么都没有了 哪有娶您得到的多 清燕公主轻声道 她的心 一向就是大的 王子儿虽是个机灵人 但能给她什么 燕儿说 没错 咱们能给她的 可不少 清燕公主叹道 这是我的机会 也是你们的机会 总不能一直这么下去 不明不白地被人当成 下三滥的门派 等我嫁给了李炯 便有了身份 再将你们一一安置 咱们这些人 自是又有一番心气向 燕儿眼底显出 兴奋之色 更是心悦臣服 还是公主想的周全 清燕公主便叹道 人一出生 进阶平等 哪分了什么三六九等 咱们是人 他们那些出生贵门大乏的 也都是人 咱们哪里就不如他们了 姑姑长口出惊言 燕儿也见怪不怪了 便低声应了声 是 清燕和她言语不通 心底有了几分失望 能和她聊上几句的 却是那王子儿 只可惜 他们却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只是能怎么样 她已经这么孤独地活着 活了许多年了 她已经习惯了孤独 习惯了从熟悉的人手中 抢夺一切 这清燕公主 在大商国之时 还曾经将她引为之矣 却不知道 这之矣要夺的 却是她那具身躯 清燕看了看手上的手镯 手镯的颜色暗淡了许多 很可能隔不了多久 能量便会尽了 她用衣袖盖住了那手镯子 问燕儿 王府可别出了什么端倪了 燕儿说 公主请放心 福香儿死后 她身边的人 自也被刑部衙门 提去重审 皆以为福香儿便是以后 就此结案 咱们剩下的人 便依旧潜伏了下来 把王府把持得如铁桶一般 四姨娘那边 一言一行自有人盯着 清燕满意地点了点头 幸而她得了花满堂 这个制作人皮面具的高手 才能把身份长久地瞒住 也用此接受了 每一次调换身份隐藏的势力 她活得越久 手上的权力就越大 有的时候 她自己都有些弄不清楚 哪些是自己人了 幸好 她用了钱是一些管理的方法 才能紧紧有条 也让这些人不会起了二心 燕儿小心地看了清燕一眼 垂头道 公主 那四姨娘身边的人已向奴婢禀报了 四姨娘如奴婢吩咐地向王侄儿示好 和她常来常往了起来 清燕笑了 两条细巧的眉毛向上挑飞住 为了她腹中大的孩子 她倒是什么都不顾了 这些女人 一旦有了孩子 倒真像变了个人了 第三百零四章 坏事 燕儿也笑了 也是您好计策 这一次 咱们必定不会让她再次逃脱了去 清燕任由燕儿给她竖着头发 慢悠悠地笑 从来没有人从以后的手里逃掉 这王侄儿却是破了先例了 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战以后的底线 倒引起了舒月灵极大的兴趣来 这一次 她再次经常脱窍而出 倒是要慢慢对付她了 望着镜子当中 那绝色脱尘的容貌 她轻轻伸出手去 抚了抚自己的面颊 向燕儿道 且去打听着 九王什么时候能够免得禁足燕 而脸上陷了四埋怨 公主 咱们好不容易在皇帝身边安插了人 因为九王 三姐妹都折了进去 听宫里面的人传来的消息 他们三人被皇上使人用盐水沾了鞭子 打得骨头都陷了出来 这才断了气 好不容易把他们三姊妹 送到皇帝身边 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这李炯 姑姑真能把握得住吗 她有点怀疑 姑姑的确很能干 但这李炯的心思 也太难捉摸了一些 其隐藏住的势力也极为可怕 直至今日 他们还没查得明白 究竟是哪出了差错 让这三姐妹暴露 使得李炯将计就计 除掉了他们 青燕角色的脸露出丝红润来 目光迷离 四镜子里献出了李炯 那冰冷的容颜 她道 都是你们不知不周全 才使得他们功亏一篑 哪能怪得了九郎 燕儿一惊 想起乡君的下场 心底便打了得哆嗦 忙弯腰道 是 是奴婢满嘴胡说 奴婢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了 青燕微微一笑 望着镜子 道 她迟早也会明白了我的好的 那王子儿算得了什么 燕儿见她的神情 暗暗吃惊 将身子悄悄往后退了一步 青燕一下子把手里的钗子折断 似掐住了王子儿的脖子 声音拔高 等到她声名狼藉 一文不值 让人想起来便生艳 她心底里还会想着她吗 燕儿在后退一步 连连摇头 不会的 姑姑 青燕便笑了 美丽的脸现出些狠利来 这一次 我要让她一想起她来 便绝厌恶 这也是她多年来 抢人男人总结出来的经验 只要她出手 从来没有哪个男人 在她手里逃脱过 见燕儿缩头缩脑的 冷声道 还有什么没有说的 一次全说了 燕儿软住双腿 勉强道 姑姑 还有一事 那商国大皇子青楚 依旧在王子儿的手里 要不要我们派人除了他 以免坏事 轻 燕哼了一声 清楚神志不清 能坏我们什么大事 王子儿得了他 又有什么用 燕儿连连 点头 姑姑说的是 轻燕让燕儿伺候住 把头上的发际解了下来 上床歇息了 李炯没来几天 王子儿便舒服了好几天 无论去到哪里 都没有人死盯住了 她也不用提心吊胆 她的胆子便渐渐大了起来 想想那青楚在后面的民居 住了许多天了 她也一直没有问清楚 这样的天之骄子 到底是怎么弄到了 这种地步的 扶香儿死后 她身边的人都被刑部衙们拿了去 死的死 散的散了 她也没来得及查清楚 那湘君到底知不知道这清楚 想到这里 她便带着小黑一起往那民居而去 初一开始 小黑还有几分犹豫 顾忌这顾忌那的 还跳上蹦下地 在屋里树上查了个遍 等确定了顾海没躲在哪里 这才护着王子儿一起去了 一来到那民居 隔得老远的 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大声道 这是给爷吃的吗 这东西怎么能给爷吃 另外那声音 低声若气 小爷 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您看看这红烧肉的成色 真是按照您的要求做的 五成红肉 五成花肉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那声音大 声道 这是五花肉吗 肥肉那么多 你想肥死小爷啊 王子儿一步走进了院子 就见院子里那吃货坐在薄椅之上 满身绫罗 前边放了桌椅凳 上面琳琅满目的全是典型吃食 那些吃食用上好的细瓷装着 他拿在手里的筷子 是玉制金香的 站在他面前挨训的 是他派在这里看守的仆人老王头 见他进来 那几名下人跪了满地 小黑横眉冷目 叫你们看他 你们就这么看他 老王头愁眉苦脸 趴在地上磕头 主子是我们不对 我们办事不力 王子儿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下人是顾海找来的 原以为这吃货神志不清 不需要太厉害的人看住 所以顾海只从九王府的下人当中 选了几个做粗食活的 以为这些人老实翻不一天去 哪知道这些人老实地过了头 哪里想到这吃货没隔几天就醒了 醒了之后却这般的厉害 三问两问的 又许以利益 让院子里的人全都向住他 更拿住了这里每个人的把柄 要他们供他吃喝 如果他们报告主子 就以把柄要挟 让他们苦不堪言 见王子儿视线直往那吃货的身上 与那些酒席上望 一脸心痛 知道这位主子在心痛前 忙道 主子 这些都是我们自掏腰包 您给我们的家用 还多得很呢 王子儿叙叙了一口气 拍了拍胸口 转脸又怒了 他是什么人 你们不知道 老王头吞吞吐吐 主子 我们见他住时可怜 想他一个贵界公主 流落到如此田地 所以 所以 我们便自掏腰包 请他吃了一顿小黑一派桌子 把桌上的碗碟都震得跳了起来了 可那吃货只是等那碗碟落下 又继续吃 叫你们看他 不是伺候助他 他不是大爷 小黑甩着手掌怒声道 老王头上挂满了愁苦 看了看小黑 又看了看他吃货 主子 这不怪他 要怪只怪我们 怪我们 他眨巴了半天眼睛 怎么 也圆不下去 怎么就怪他们了 王子儿挥了手 让他们退到一边 只走到那不停吃住的吃货面前 喂 听了半嗓了 吃也吃饱了 该停手了吧 他越看越心惊 这吃货吃得极快 自他们走进院子的那一刻开始 这桌子上还是满桌子的菜肴 可这一会儿说话的功夫 这满桌子的菜肴就只剩下碟碗了 再隔一会儿 他担心这碟碗都被他啃下几片而来 这么一大桌子菜直接地进了他的嘴里 也没看到他肚子有半分鼓了起来 那些食物去了哪里了 王子儿上下只打量着他 小黑在一旁拉了拉他的衣巾 复尔过来 郡主 你有什么尽管吩咐 王子儿莫名其妙 小黑在复尔 奴婢看您那眼神 要不要奴婢 替您把他的衣衫除下来看 王子儿恍然大悟 这小黑上次除他衣衫 除上瘾了 清楚吃完了桌上的菜 放下筷子 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这才抬起头来 看住面前站住的王子儿 见他一双眼睛咕噜噜转 半张住嘴 便笑道 你就是我的主人 王子儿点了点头 清楚就有些失望了 他被这么个呆头呆脑的小女人买了回来 还以为是多了不得的人物 他正想着用什么办法脱困 要将对方弄了的灰头灰脑 痛不欲生才好 哼 竟敢把他长长大商皇族当奴隶买 当奴隶买还不止 一日三餐还只肯供应大白馒头 他清楚这一生还从未受到这样的屈辱 却一连栽到了两个女人的手里 栽到第一个女人手里 倒是她的错 她不该摊花好色 被那女人误导 再被这丫头片买了回来 成了她的奴仆 行了 你买了我 就成了我的主人了 你要跟我三餐吃喝 不需太讲究 每餐就这个水平就行了 所穿的衣服料子 就照着我身上的来买 你先前不知道 我就不怪你了 清楚谈了谈衣袖 很是潇洒 她倒没觉得这么吩咐 有什么不对 只觉得她看得起王指儿 吩咐她供应住她的吃穿 是看得起她 想她一个大商皇子 什么时候吃过这么低档次的饭是了 她知道自己身上出了点问题 原先是不清醒 被这些人胡弄了去 见对面这小丫头片子 眼睛越睁越大 她不耐烦得道 行了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吧 你让他们伺候好我 以后有你的好处 见过极品的 没见过这么极品的 王指儿吞了一口唾沫 小心提醒 清楚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清楚挑着眉头拿金签子踢牙 当然知道 这里是大 韩京都 你吗 是王府的大小姐 被封为评乐郡主的王指儿 我那妹妹清宴 正准备跟大韩九王爷和亲 王指儿怒动了那些吓人们一眼 那些吓人把头吹了下去 感情他们把什么都跟她说了 这位清楚神志不清 的时候倒还可爱一些 一旦神志清醒了 怎么这么让人厌烦呢 真是白瞎了她那张脸 清楚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眼眉之间全是轻挑 上下再打量了王指儿一眼 王指儿 听说你是个庶女 在王府的日子也不好过 行了 看在你买了我一场的份上 只要你伺候好了 我便带你一同回大商国去 给你个侧飞的位置 第305章 揍人也费银子 老王头抬起头来 嘴里边喃喃 公子 您不是说 把我的女儿带了去 给她一个侧飞位置的吗 清楚瞪了 她一眼 本王只有一个侧飞吗 在大寒境内 她还本王起来了 王指儿继续无语 清楚越说越高兴 见王指儿沉默无语 以为她惊喜地说不出话来 目光之势带了些同情 没想到这么大个子馅饼 从天上掉下来吧 买个奴隶 却买了个大商的皇子回来 无端端地就成为侧飞了 她一脸我都替你高兴的神情 本王的目光也不是这么差的 她在上下打量了王指儿一眼 但你既是救了我了 本王便勉为其难 说了你算了 我且先跟你说好 别以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就可以在我面前邪恩图报 闹得本王后宅不宁 本王可不吃你这一套 王指儿越听越惊奇 小黑在她身边越怨 欲动 她忙把她一把拉住了 请问你老 有几个侧飞 王指儿虚心求教 清楚脸上全是的色 也没多少位 十来位侧飞 上百位碧妾 其他没名没分的 后院里大把 我也记不清了 王指儿便 叹了一声 那您在大商肯定受宠非凡 您想啊 您这么多妻妾 还养得起 没让人睡通谱 没一定的财力 可办不到清楚笑了 对她的赞美很是受落 那是 我的母妃可是大商首付胡佳 你日后落去了 我给你独一个耳 一个大院子 不用和其他人挤 王指儿眨着眼 道 可得飞不少银子吧 清楚道 飞不了多少银子 见她老提银子 清楚可就有些看不上了 小七八几的 她怎么会被这么个女人买了来 她报恩都报得不痛快 这侧飞的位置 还给不给她好呢 她眨着眼直想 以她的道理 她救了她 她就娶了她 以她的人才地位 她这是从天上 接了的馅料饼了 还不喜得眉毛 眼睛发光 果然 对面这女人眼睛发光了 是发绿光 她缩了缩脖子 不太对头 王指儿一拍桌子 脸色就变了 你有银子 有银子 你骗人家下人的银子干什么 一个奴隶傻子 还穿的人五人六的 吃得比主子还好 小黑 动手 小黑人 她已经忍得差点吐血了 听了王指儿的吩咐 挥着爪子上前 一伸手 就把她的手臂 绞在了后边 另一只手就开始撕了 挤抓挤拉 把她一身的绫罗 全撕了下来 在她油光发亮的脸颊 挥了两巴掌 她在小黑掌底下挣扎 放开我 你们这两个蠢女人 知道我是谁 我是大商皇子 你们这是在找死 小黑继承了红红的传统 一拳打在了她鼻梁之上 鼻染折断的声音很清脆 在院子里传得老远 她剩下的话语 全封在了喉咙里 倒是老王头满脸的可惜 低声嘀咕 我那女儿可怎么办啊 王子儿听出蹊跷来了 怒问 这几日 你不是把你的女儿 也送了来吧 老王头满脸羞愧 清楚鼻梁断了有嘴硬 她女儿不过清秀模样 床上功夫也不好 看在她住了本王的份上 才给她一个侧妃份位 她这是前十烧了高香 不等王子儿吩咐 小黑又一拳打了去 激在她的肚子上 满院子的人皆听到了 肋骨断的声音 见王子儿脸色铁青 小黑便一拳一拳地不停 清楚一开始还不停地怒骂 说王子儿不时抬举 活该一辈子架不出去 是下等人等等 后面被打得脑袋清醒了 知道王子儿唯一心痛的事前 于是扶植临开 用最后的力气道 你打成我这样 要废银子给我治的 王子儿一挥手 小黑便停了打人 她看住她满身的伤痕 爽是爽了 又是一脸肉痛 她说的倒没错 打得太厉害了 小黑委屈的倒 郡主 无论怎么打 都是要废银子的 王子儿曲起手指算账 自买了这个人来之后 一分银子没赚到 还费了不少大白面馒头 以后 这商药 又是一笔费用 小黑便低声道 郡主 看她这样子 留在手里是个烫火山芋 若放她走 她这么的心胸狭窄 以后肯定会报复 不如咱们 她 拿手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王子儿便叹气 可这尸首不好处理啊 小 郡主别担心 咱们的小青 是处理尸首的老手 保证一点痕迹都没有 王子儿听了 便摸着下巴 朝青橱忘了去 青橱这下子下的魂儿都没了 她真算是明白了 这王子儿软硬不吃 未省银子 还真做得出来 这杀人毁尸之事 她这套空中画饼的办法 能骗得了几个下人 可骗不了王子儿 是食物者为俊杰 她马上屈膝 趴在了王子儿的脚前 郡主 郡主 我会做事给您赚钱 王子儿一脸不幸 她差点趴在她脚下舔鞋子了 郡主 打扫院子 煮饭炒菜 我都会做 王子儿没理她 转过头来问小黑 小黑 你不是说小绿画的一手好单轻吗 小黑会议 把食指放进嘴里打了个呼哨 十二女骑离他们不远 一直在附近陪住 隔步了一会儿 一身绿咬的小绿便飘进了院子 向王子儿行礼 此时 青橱还趴在地上 向王子儿念叨 郡主 我还能给你刷码 洗衣 气墙 王子儿说 小绿 去 拿支笔来 来匹 白布 把她现在这模样画下来 青橱停了念叨 脸色都变了 马上从地上弹起 羊手挺胸 妇又成了一个翩翩家公子的模样 小绿笑道 郡主 奴婢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刚刚这位公子趴在地上 那猥琐无状 下流无耻的样 奴婢已经记得一清二楚了 保管画了出来 绝不会有人认错 王子儿便笑了 好 你先去画上一张 画了之后 再让人拿去塌意 以后咱们遇到大商国的人 便每人第一张 尤其是那大商使团的人 要不 第306章 草包皇子 青橱脸色铁青 心中富佑升起不祥预感 果然 王子儿说 小黑 咱们不是还有一位 擅长雕刻的小青吗 要他罩住小绿画的 雕上十个八个雕像 送到大商皇宫里边 在胡贵妃的床头放一个 皇帝的床头床尾各放一个 再给他的兄弟姐妹接送一个 要胡桃木雕 那玩意而结实 不容易坏 以后可以传承百年啊 大商国人一想起 青楚皇子 脑子里便现出 他现在这能屈能伸的模样来 小黑起哄 送给皇帝 木雕的品质差了一点 要不 还是用玉吧 前段日子 听说江湖上为了一座玉观音 抢来夺去 伤了不少人命 指不定百年之后 也有侠士为了大商大皇子 这尊玉像抢来夺去 如此一来 他这名声 可不就能遗传千年了 玉比木还不容易坏啊 小绿跟住凑雀 郡主 你这么一说 奴婢怕画得不好 压力山大 他一边说着 一边信手挥毫 把那画像画了出来 只见画像上的青楚 以一张俊美之极的脸 贴在一名女子的脚下 表情要多猥琐 就有多猥琐 唯妙唯笑 青楚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青来形容了 他那画像 一杆流传了出去 他的名声 也紧跟着流传 恐怕隔不了多久 满大商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那位 趴在女人脚下求饶之人 王芷儿还感叹 拿了那幅画直称赞 小绿 你画得太好了 听说大商的皇子皇女多 一辈子一辈子的 没有几个让人记得住的 有了这幅画 就人人都记得住了 一提起大皇子 就恍然大悟 便想起大商 有一位趴在女人脚底下 痛哭流涕求饶的皇子 那皇子叫什么名字来住 哦 清楚 小绿与小黑便撕摸开了 郡主 要不咱们帮这幅画 起个名号吧 小绿道 对 叫舔人脚趾的皇子 不 这太粗俗了 叫亲吻脚趾的皇子 你不觉得 这太文艺了吗 很多老百姓 都不懂这吻是什么意思 两人讨论得清楚 脸色发青 鼻梁发痛 身上也一阵儿一阵儿的发紧 你 你们这是诬陷 他怒喝 王子儿照例不理他 笑咪咪的道 小绿 你的字也写得好 得配一幅好的文字说明 把大皇子为何 趴在地上求饶的原因写清楚 他为什么会趴在地上呢 因为他被人痛打了一顿 为什么被人痛打 因为他吃饭太多 有人就要问了 他又不是没钱 吃多两餐算得了什么 小绿与小黑一口同声 因为他被人骗 被人当成奴隶 卖入了奴隶市场了 再被人买了回来了 有人又要问了 听闻大皇子青楚 在大商国是为聪明绝顶 才智 双绝之人 也会被卖 还卖到奴隶市场了 王子儿笑得 也眯成了一条缝 青楚的额头冒出冷汗 小绿与小黑在一口同声 传言做不得数的 文明不如见面啊 原来这青楚是个草包 被人三哄梁哄有 便上了当了 三人同事击掌这幅画 就起名草包算了 青楚脚一软 幸好扶了身边的柱子 才站得住了 咬着牙气息微弱 平乐郡主 您让我干什么 我就钱什么 只求您别把这话 到处乱传 已坏我名声了 王子儿拿了那话欣赏 越欣赏 越觉得这画画的好 像小绿尖了的大拇指 道 大皇子殿下 您说什么呢 我听不太清楚 青楚有气无力 平乐郡主 我负了您了 再不敢向您叫板了 以后的日子 您让我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绝不给您添乱 等自个儿的武功 恢复了再说 青楚很后悔 怎么会小看了 这王子儿 以为哄一哄他 给他一些利益 就可以顺利脱身了 他许以利益 找了这些下人 问清楚了 关他的人 是什么来历 还哄得那老王头 把女儿送了给他暖床 只以为这王子儿 不过是位颅女 在王府又不爱宠 给他一些甜头 他便感激不尽 却没有想到 有些事 这些下人 是不会清楚的 他弄了个一知半解 才让自己 落得这般下场 他恨得直吸气 一吸气 又震得肋条直痛 只不过他一向能忍 脸色更是顺服 王子儿见他顺服了 倒也不为难他 只是让人 把他叫的这些席面 撤了下去 又让人把他身上的 华衣颈服给撕了 找了件麻布衣服 给他穿上 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王子儿又摸起了下巴 小黑与小绿 在他身边久了 也明白他一摸下巴 便是很不满意的意思 于是问道 郡主 你看他哪儿不妥当 王子儿便道 他这头 头发太费水了 你们想想 咱们要养他 总得前前进进 清清爽爽地养 要前进清爽 肯定得洗漱 光他这头头发 得费多少银子的水费啊 现在这清水 也不便宜啊 清楚有一头极长的头发 发如漆染 丝光水滑 他的容貌俊秀 再配上这头头发 更为他天色不少 明白了他的意思 清楚差点养头 小黑与小绿互望一眼 一个不知道 从哪里摸出把匕首来 另一个摸了半天 摸出把铁帘子出来 王子儿皆望定 小绿 道 小绿 你摸出把铁帘子来干什么 小绿理直气壮 小黑 你去给他剃头 他若不听话 我一把铁帘子撒出去 保管在他脑袋上 相依满脑袋的铁帘子 王子儿甚是欢喜 小绿 没想到你不淡化的 一手好单亲 还有一手镶嵌的好功夫 小黑拿了匕首 朝清楚走 清楚原本还想 反抗反抗的 见了 小绿满手的铁帘子 动都不敢动 他比小黑高 还微弯了腰 揪住小黑 让小黑 踢掉了他满头的黑发 王子儿看见清楚 现在这样子 满意地笑了 这样便不费水了 恩 甚好小黑脸色羞愧 郡主 奴婢手艺不好 有点儿手颤 下次一定 会更好的 见到众人 一望他的头 便一脸的惨不忍睹 清楚想死的心都有了 小绿是专来来打击他的 冲到里屋 拿了面镜子出来 直举到他面前 道 好看吧 咱们小黑的手艺不错吧 镜子里面的人 头顶咚一块白 细一块黑 白的是剃出来的白肉 黑的是梅瓜前进的头发 整个头坑坑洼洼 再衬上那张脸 青一块肿一块的 哪还有半分刚刚的 翩翩家公子模样 清楚一边欲哭无泪 一边在心底里发痕 等老子恢复了武功 王子儿又吩咐小绿 去 把他这模样也画了下来 咱们整成一系列的画册 他 双眼闪闪发光 他知道怎么赚取 大商使团的第一笔钱了 小绿极为聪明 也配上字句解说 是不是每幅画都要配上 王子儿道 没错 多画几幅 每一幅都配上字句解说 组成一故事 以字配画的书册 这个时代也有 他略为改善一下 把书册作小 再加上这书册的内容 是这皇家秘性 岂不是比现代的娱乐 圈秘诀更好卖 这大商皇子 就像现代的天皇巨星一样 让人不关注都不成 更有力的是 他在大韩国卖大商皇子的书册 没有人会想着要阻止 清楚被他看经元宝一样的眼神刺激了 再加上他耳朵灵敏 把刚刚几人的对话 听了个一清二楚 失声狂叫 面容屈扭 恶婆娘 你讲话不算数 小黑也挺聪明的 在一边说 小绿 快记下来他这表情 这模样 快点而画 别忘了 小绿鄙视的盯了他一眼 我怎么会 忘了 说话之间 清楚那争您的样子 跃然直上 画完 还把那张纸 伸到了清楚跟前 公子 您瞧瞧 像不像您 清楚气得吐血 再不敢狂怒 收了脸上争您表情 变得温婉 可轻 像 像极了 小绿死盯住他半上 您这个表情就不鲜活了 还是刚刚那样子好一些 王芷儿笑音音的吩咐 小绿 这两日就麻烦你了 来看住他一些 画上个三四十幅画出来 也就成了 小绿清脆的答 是 郡主 奴婢保证完成任务 画得他没有再丑 只有更丑 丑还不止 还能丑出新鲜感来 王芷儿在笑咪咪地点头 没错 没错 小绿 你慎得我心啊 小黑便上前 拍了拍小绿的肩膀 义父把如此重任交给了你 我慎放心的模样 王芷儿交代完了 也不换人 依旧让那老王头 带人看住清楚 老王头与清楚 皆明白了王芷儿的打算 他这么做 是为了增添故事性 让两人多做沟通 小绿在一边记载 增加可画性 老王头不是把女儿 弄了来想攀高枝儿吗 他女儿还会来的 一来一往的 这故事性就强了 小绿的效率挺高的 每隔两日 就画了清楚三四十幅画像出来 每一幅揭配上解说词 也不明说是大商大皇子 只是说这男子 长得貌如神仙 类似如大商大皇子 青楚般清秀 仪表人才 起名叫青公子 第307章骗婚 这青公子家境富贵 容颜俊秀 却屡遭不幸 先被一女子骗婚 被人用药迷倒 卖到奴隶市场 成了一名奴隶 被某人买了去 好吃好喝的贡主 她摆脱困境 便不规矩起来 凭着她俊秀的容貌 勾搭起主人家里 扑从的女儿来了 承诺娶她为妻 兼骗之之后 却失口不认了 这段故意编了出来 再配上那一幅幅 鲜活生动的画册 特别是那老王头的姑娘 删那清楚巴掌的图画 把一个小白脸忘恩负义 凭着一张俊秀面容 到处骗吃骗喝 被人家骗了 心里扭曲 再去骗别的女人的情形 描写得淋漓尽致 王子儿一夜夜地看住这些画 满意得不得了 她找来了小青 让小青在木板上 把这些画一幅幅地刻了出来 再让胡叶想了办法 他印出来 制成一本本的小册儿 还起了个书名 叫青公子艳势 那燕子拓得特别的醒目 等他印出几百本之后 这些画册便送到了书局 不过一天的功夫 便全卖了出去了 隔不了几日 满大街的人 都在疯抢这本册子 书局里的册子早卖光了 没抢到这册子的人 便满大街的借来看 看了之后 便三五一群地凑在一起议论 听说了没有 那大伤的大皇子 因为好女色 被人舍仙人跳 当奴隶卖了 卖了还不止 他还贼心不死 四周围勾搭别的女人 京师的老百姓 像打得鸡血一般的兴奋 那大皇子长得人五人六的 想不到也是个好色之徒 自家的皇子不能议论 议论一下别国的 全没有障碍 皇族之人 对他们来说 是高高在上的 如此劲爆的消息 尽管是别国的皇子 也让全京师的小老百姓们 兴奋的血脉分张 这样的小道消息 传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 完全盖过了大商公主 要与大汉九王和亲的消息了 没买到这册子的人痛心疾首 四处循着这册子来买 更有些杂剧团师爷 想着把这件事编成部杂剧来唱 更是拖了人四周围循着画本子 一时间这册子被炒成了天价 又隔了一天 一本画册便送到了 清燕公主的手中投去了 清燕这几日 正派人紧盯住宫里的动静 也暗暗使着劲儿 让贤德太后 尽快解了李炯的禁足 解了他的禁足 他才好在他面前使劲而不是 他这边人手不足 也就没顾上清楚这一头了 心想反正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先放在王子儿那里养着 量他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等着册子送到他手上 他一失手便打破了一个茶杯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屋子里的奴婢 与管事跪了一地 燕儿颤住嗓门低声禀报 公主 这册子一夜之间便传遍了整个京师了 里边虽然没有明说 这册子上的亲公子就是咱们王爷 可那容貌却是实打实的王爷容貌 大皇子早几年来过大汗 大汗的文武百官与老百姓都还记得呢 清燕气得直哆嗦 你们既是知道此事 还不快点去把这些册子收了回来 这册子一出 正值他与李炯联姻之时 对他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再后他要嫁到大汗 和李炯一起生活的 他可不想被人整天戳几两股 一看见他 就议论起他这辈人当奴隶卖了的哥哥 他恨恨地望燕儿死盯了一眼 心想他怎么有这样的属下 要他们处置个人而已 却把他处理到了王子儿的手里 燕儿被他的眼神盯得一哆嗦 有了前车之鉴 他很了解自家主子 现在心底里想着什么 看来 这一次的事 又要怪在他们身上了 他心底一阵发苦 管事的上前 禀报公主 这人已经散出去了 也买了不少回来 可这册子散发得太快 许多人已经看到了 您是知道的 这里是大汗 不是大伤 有些事 咱们不好明注办啊 如果在大伤 派几队官兵出去 把散发售卖这些册子的人 全都锁拿了便是了 可这是在大汗 清燕咬着牙道 找到源头没有 金管事的直摇头 对方做得隐秘 属下们暗底里 拿了那书局老板询问 那些人放下书册就走 定了价钱 十两银子一本 隔天半夜再来收取 书局老板 连他们的模样都没看见 只知道是女的 清燕一声尖叫 什么 十两银子一本 这是王芷儿 的 手笔了 清燕又不能明说 差点呕出血来 把王芷儿恨了得咬牙切齿 金管事眼神儿闪闪烁烁 不敢望清燕 垂了头道 不瞒您说 这册子现在可不值这价了 因为他化功了得 说的又是大伤皇宫秘性 成了抢手货了 被人炒到几十两只多 清燕冷冷地道 说吧 你到底花了多少钱 才把这些收了回来 尽管势头垂得更低 也不多 到现在为止 也就五万两 可这不是关乎咱们大伤大皇子的体面吗 您瞧瞧上边画的 犹如咱们大伤国生啊 舒月灵占据了 清燕这具身子 原就打算把他的钱财与权力 一并收了来的 以朝在李肿的打击之下 大受损伤 正需要银钱重振 今日一听 这银子如流水一般花了出去 买了这些分文不值的画册回来 心痛如脚 在屋子里夺来夺去 道 去 把那些人找了出来 本公主要剥了他们的皮 听了这话 尽管是的眼神儿便有些微妙了 心想自家的公主 以前可不心包人皮的 怎么变得这么粗俗了 他不由自主地上下打量了清燕一眼 燕儿一见此情形 暗叫不好 忙拉了拉清燕的衣镜 清燕醒悟 吸了口气平静下来 恢复了那端庄婉约的模样 吩咐管事的 去 一定得把这幕后主使找了出来 经管事的应了一声 迟疑半赏道 公主殿下 那咱们大皇子怎么办 大皇子清楚 已经不见了好些时日了 原以为他像以往一样 又去游山玩水 寻花问柳去了 可没想到落到了人贩子手里 如今既是知道了 得想办法就回来才是 第308章肉痛 舒悦灵为了这里带桃江之计 不露出破绽 才让人把清楚迎走的 他哪会想要救他 恨不得他死在外边才好 他迟疑了半赏 道 这册子上说的 是真是假 还不知道 咱们先找到这源头 再慢慢合计 尽管是急了 公主 可不能慢慢合计 得 马上派人去找才行 大皇子如果真像册子里说的 落入歹人之手 说什么 咱们也得救了回来 他一开生 屋子里其他大伤使团的人 皆负荷 舒悦灵的手下 打入大伤使团的 也就那么几个 还控制不了整个大伤使团 燕儿怕露出破绽 又拉舒悦灵的衣襟 舒悦灵醒悟了 又变成了清燕 端出个温婉大方的样子来 举起袖子 涉失眼泪 叹道 你说的也对 无论如何 咱们得想办法 把大哥救了回来才是 尽管是 才是了眼底的怀疑 点头道 既有了您的吩咐 咱们便广散人手出去 定能把大皇子救了出来 他吞吞吐吐起来 只是咱们这是在大寒境内 到底不如在大伤方便 这银钱方面 清燕哪里不清楚 他说这话的意思 在大寒境内办事 一出手 便是要银子的 他肉痛的心肝肺都在痛 抽着嘴角道 一切都以大皇子安危为重 尽管是得了他 的承诺 领了人欢欢喜喜地去了 一出门 就遇上了王子儿派来的小黑 小黑满脸的喜气 正在廊下 与清燕公主的势必 说着什么 你拦着我做什么 我是来向公主殿下道喜的 我家主子 有了大皇子的消息 那些人递了话过来 要一大笔的赎金 尽管是便支起了耳朵听住 见那势必拦着 不让小黑进去 心底里便是一突 上前道 画梅还不进去通知公主 王子儿身边的那十二女妻 尽管是是见过的 在赏菊宴上 她们的表现简直是太突出了 这王子儿和清燕公主 一向交好 以后可能以姊妹相称的 画梅被尽管是一双眼睛盯着 吓了一跳 不敢拦着了 来到屋子里边 向清燕公主禀报 清燕一听要大批赎金 差点跳了起来 拔高了声音便叫出声来 大笔赎金 尽管是在外边听了个一清二楚 脸上的表情很是微妙 清燕与大皇子清楚 一向交好 两人从小到大 连一块饼都分着吃 怎么到了大寒境内 这关系就全变了位了 大商胡家 最不缺的是什么 就是钱了 对大商第一富商胡家来说 钱什么玩意 钱她就不是玩意儿 清燕公主 怎么能把钱 当成一个玩意儿呢 尽管家左思右想想不通 便一转身 又跟进了清燕公主的屋子 在外间等住 屋子里边 小黑正微弯住腰 向清燕公主禀报 公主殿下 我家主子听到 大皇子失踪的消息 便四周围的替宁打听着 终于让他知道了 大皇子被哪个不张眼的买了去 藏了起来 只等住其货可居 他四方找关系 才和那人搭上关系 那人说了 只要给一笔赎金 他也不敢将大皇子压着不放 清燕听了 头顶上的火便蹭蹭蹭直往上冒 看住小黑那不停开合的嘴 真想撕了他 如果他还是输月灵 自然可以快一恩仇 想撕谁就撕谁 什么给一大笔赎金 这一大笔赎金 是给到王侄儿的兜里去了吧 看过不要脸的 没看过这么不要脸的 把大皇子卖了一次还不止 这还要卖第二次了 不行 清燕的这些嫁妆 是他好不容易才得来的 可不能再胡乱使用啊 但他现在是清燕公主 清燕公主嘴里 是连个脏字都不会吐的 所以 他吸气了又吸气 清白住脸婉约的 你家主子可有说过 皇兄是落在了什么人的手里 尽管家也只愣住耳朵听着 小黑一副为难的样子 左右看了看 以蚊子般的声音道 公主殿下 此时姿势体大 我家主子说了 他要当面向你禀报 您若准备好了银子 便使人来告诉他一声 清燕公主眼神闪烁 死盯住他半赏 婉约的嘴角都抽了起来 替我多谢你家主子 我定会上门多谢的明明那清楚 落在了他的手里了 还鬼鬼重重派人来讨赎金 见过跌进前眼里的 没见过这般跌进前眼里的 清燕公主眼底闪过一丝冷光 抬起头来 冷冷盯着小黑离去的背影 尽管是站在外间 把里边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 他总觉得清燕公主 与小黑说话的语气很是不妥 至于哪里不妥 他倒还没想出来 他一转身 往二门寻了去 紧赶慢赶的 到底追上了小黑 让他向王指儿说一声 说他会来拜访 小黑向王指儿 禀报了去清燕那里 传递消息的情形 小黑观察力强 把清燕公主的表情语气 学了个十足诗 王指儿兴趣盎然 说 看来 他不想出这银两了 笑 奴婢也觉得奇怪 照道理来说 清燕公主与清楚 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 两人感情也好 他们两人的母妃 胡适的外加 是大商首付 听说屋子里用的洗手盘子 都是金子制的 从清燕出到了 咱们大寒的情形来看 出手也大方 什么都是紧住面子来的 什么贵重便买什么 可今日来看 却全部是这么一回事 王指儿摸着下巴沉思 派个人打听一下 看看尽些 日子 特别是他生病醒了之后 举止行为有什么变化没有 小黑兴致勃勃 让小城去吧 他最擅长打听了 以前也让他在探子营里 锻炼过一段时间 无论什么事 他都能打听得出来 王指儿笑了 粤语 十二女其相处的酒 他就越绝用得顺手 这要是一事半会儿 他们不在他身边了 他还有些不习惯 也好 先让他打听打听 小黑便去向小城 布置任务 王指儿才饮了一杯茶 又听见外边有人道 郡主 大商使团金管事来了 想求见您 您见还是不见 王指儿便感觉有些微妙了 轻艳不来 道是 这大商使团的管事来了 传 传他在外室相见 金管事由小丫鬟引了进门 见王指儿坐在上手 笑盈盈地盯住他 心底里便是一跳 他那眼神儿太和善了 让人想起 瞭望猪肉骨头的狗 金管事向他拱手 老奴见过平乐郡主 王指儿说 金管事是为了大皇子 清楚之事而来 金管事点了点头 听闻郡主有我家大皇子的消息 因此 老奴今日便向郡主问个清楚 是清燕公主派您来的 王指儿道 金管事迟疑了一下 到底清燕才是自己人 倒不好把使团内部的矛盾 斩给外人看 没错 我家公主要我来问个清楚 郡主到底在哪里 见到了大皇子 又是从什么地方 听来的这些消息 金管事道 王指儿眨住眼 吃惊地望住她 你们公主 刚刚没问我那婢女这些 我不是让她详细告诉你们的吗 被她一提醒 金管事心底 犯起了嘀咕 想起了刚才的情形 的确 清燕公主一见到小黑 首先关心的是赎金 金管事心底那奇异的感觉 便越发地浓了 她勉强笑道 郡主 公主是忙 把这些细节 威威之处忘了 所以才让我再来问个详尽 王指儿便嘴里嘀咕 听说大皇子 与清燕公主是 亲兄妹 看起来可不像啊 尽管是尴尬地站住 倒不好接嘴 王指儿便眼神闪烁了起来 像是对清燕公主 有几分忌惮 尽管是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具体情形 你是知道的 我日后 若是与你家公主 成了姐妹 自是得先顾着她的想法 您看您不经过公主的准许 便来向我打听这些事 我怎么好告诉你呢 尽管是没想到 她倒真想得开 以清燕为首 与她共事 义夫 自动自觉地退居二线 念及李炯对她的宠爱程度 她肯退让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像李炯那样的人才 以后身边会有无数的机器 王指儿倒是个识趣的 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匹配 和清燕结成了同盟 有她相助 那这和亲之事 便有九成把握了 清燕是大商最受宠爱的公主 自然得嫁了大汗最有出息的王爷 她也聪慧 一眼便瞧出了她 未经清燕公主的准许 来向她打听此事 尽管是一时感慨 一时心惊 向王指儿道 老奴梦闹了 郡主既是这般 替我家公主打算 老奴便替我家公主 向郡主道谢了 王指儿沉着脸挥了挥手 让小黑送了她出门 尽管家被小黑领着 在长廊上行走 见小黑阴住脸一声不出 想及这些女妻 是李炯送给王指儿的 打好交道 日后也好相见 便笑道 这位姐姐 听您的口音 家乡像是闽南一带 小黑协助言扫了她一下 胡叫什么姐姐妹妹 我是你姐姐吗 尽管家一饿 倒想了起来了 这十二女妻 是送给未来当家女主角子的 如今眼看着青燕排在了前头 也难怪这十二女妻 心底里不高兴了 得 如此大好机会 如果能把其中几位 收到青燕的身边 那更好了 第三百零九章使坏 尽管家眨着眼道 也难怪子子心生不愤 倒是我得罪子子了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倒要常来常往的 你们十二个人 都是有本事的 只可惜 我家公主身边没这么得力的 小黑冷冷的道 尽管家 您别指望了 王爷既把我们送给了郡主 咱们便是一日为主 终生为主 嘴里虽这么说 眼底的愤愤不平 很是明显 手一拱 没把他送到门边 就离开了 尽管家愕然地望住 他的背影半上 指得自己往门外走 东湾西拐的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走到了围墙边的小路上 见小路尽头有道门 就走了过去 一眼边看见 有位年长奴仆模样打扮的人 带了名年轻女子 向一位嬷嬷诉求着 康嬷嬷 您让我见见郡主 我实在是伺候不下去了 那一位 她简直不是人来的 祸害了我的大女不止 如今听说 我还有位小女 又盯上了 康嬷嬷踢着牙道 老王头 这都是你自找的 谁叫你想潘纳高枝儿 也不想想 那是个什么高枝儿 郡主 哪有空管你这些乌糟事 老王头脸色尴尬沮丧 删了自己一耳光 道 都是我不好 是我鬼懵了心窍 那年轻女子红住脸 眼底却是不以为然 拉着那老王头的衣巾 爹 他是贵人 能看上咱们姊妹 那是咱们祖上修来的福气 老王头恨铁不成钢地 举了半天巴掌 也没能打到那女子的脸上 金管家越看越觉得 那女子眼熟 想了半嗓 一拍额头 便记起来了 这就是那画册上 被大皇子梳用了的女子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金管家决定跟住 老王头求告不成 只好带了女儿回去 回去伺候那魔王 清楚这几天 为了维持一个好的形象 不让小绿趁系化了 她猙獰猥琐的面目去 过得也很辛苦 那本画册 王子儿专门让人送来 给她看过了 让她气歪了鼻子 听了王子儿的打算 她更是气得鼻孔 都差点歪了 王子儿说了 以她为主要人物的画册 非常豪漫 她要把这册子 做成一个系列 所以 小绿便手里拿着画笔 在这院子里 眼睛眨也不眨的 一天二十四个时辰 盯住她 王子儿说了 以她这种皇家子弟来说 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是什么 不是她高酷俊美的模样 而是她贴近生活的模样 比如说 大皇子摔了一跌啊 大皇子吃饭掖住了 大皇子勾搭人家平民的女儿啊 大皇子使乱中气啊 这种故事 最有劲爆性 最有话题性了 画在画册上 卖得最好了 所以 小绿不错眼地盯住青楚 怕错过了她画下来的一面 青楚为了不让小绿 趁机画出她的另一面来 无时无刻地保持着 她完美的身形与表情 连吃饭都只敢小口小口地吃 更不敢吃 那容易沾牙的菜叶之类的 怕牙齿上沾了一片菜叶儿 就被小绿画到了册子上去了 小绿一连手了好几天 也没画出她一个 贴近生活的模样 与小黑等一商量 便开始使坏了 她们便想尽了办法斗着青楚失控了 比如说 为了惹她发怒 她们便开始编排青楚了 一开始还挺正常的 她们是这么问的 青楚 在大商国 你在皇帝面前得宠吗 既是得宠 皇帝为什么不把你的母妃封厚 青楚 你 斗武功不行啊 软脚虾一样 被人当女人养的吧 青楚 你院子里外母多的美女 全是抢来的吧 总之 十二女妻一有空便轮流来问青楚的问题 专简那说新窝子的话来问 青楚是什么人 号称大商第一智慧的皇子 上了几次当之后 自不会再上当 无论问什么 都保持完美的形象 微微地笑 姿态绝美 如此几次三番之后 重女妻问的问题就有点尖锐了 青楚 你长得这么漂亮 是被当女人骗进奴隶市场的吗 青楚 你被人转卖了几次 有没有人被墙上 青楚 有人把你当小官儿骑过马 青楚从一开始的暴跳如雷 到后面的无动于衷 再到后边 无论他们问他什么 他只答三次 微微笑着 风度绝佳地答那三个字 不是的 今日 小绿便极为范畴地捏着画笔蹲在廊下 忘了他半赏了 一幅画都没画出来 王者见那画册好卖 想衍生一些副产品出来 于是让擅长雕刻的 小青也来观察青楚的表情神态 两人一左一右地盯住青楚 又挑逗了他半赏 也没见他有什么动静 两人使了使眼色 青楚见到了他们两人 之间的互动 心底冷笑 这点小继俩 还骗得了他 这个时候 金管氏已摸到了这院子的后墙边 扒着墙头的裂缝往里边望 一眼便望到了里面有位穿着麻布衣服 头顶黑一块白一块的公子 心底便想 这是谁啊 乞丐不像乞丐 人不像人的 那人一回头 他这才认得清楚 这不是大皇子清楚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金管氏眼泪花儿就冲了出来 正想冲了进去 左右一看 只有自己一个人 打怕是打不过的 便想着先跟青楚联络上 再找人来救他 就听见里边有人在问 青楚 青燕公主和你是亲兄妹 不是的 金管氏停了脚步 犯了嘀咕 这是怎么回事 青楚可知道怎么回事 这两丫头骗子又在设陷阱 害他失控 一开始问的问题简单 到了最后 会越来越无聊无耻 只要他用这三个字对付 他们就无可奈何了 青燕公主对你好吗 不好 青燕公主把你当成了亲兄长 不是的 青燕公主像对亲兄长一样 敬你爱你 不是的 青楚得意洋洋 看住小绿与小青 问题越问越尖锐 青燕公主没给你下药 让你昏迷 不是的 哦 原来她给你下药了 那么 她没给让人把你弄进奴隶市场吧 毕竟她是你的亲妹妹 小绿道 青楚坚定地答 不是的 小青与小绿对望一眼 眼底含笑 原来是她把你弄进奴隶市场的 那她是跟你开玩笑的 隔个几日就把你赎了回去 没把你丢到这里 气质不理吧 第三百一十章 没脸 青楚以绝佳的一态直摇头 不是的 小青与小绿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两人也不问清楚了 在一边嘀咕了起来 小青道 难怪咱们郡主 想要送青楚回她妹妹那里 只让她出一小笔钱 以弥补咱们替她找到兄长的损失 她也不愿意 反倒让我们藏起了青楚 小 绿道 哼 她以为她是大商公主 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全部顾忌咱们郡主 以为咱们郡主得求着她 所以把这个麻烦留给了我们 小青道 郡主是委屈了 为了能和九王爷和和美美的 也只能帮她这个大忙了 小绿道 也不知道被人为了什么 近日才清醒了一些 当能答上两句话了 小青连连点头 恩 恩 咱们今日就别问她了 免得她脑子又混乱了 小绿便探道 咱们郡主也没办法 青燕这么已是压人 她也只得受着 佛都有火了 咱们郡主花了那么多钱 差不多倾家荡产 才把青楚从那匪徒手里赎回 咱们也只得想办法 替郡主讨回 在这青楚上失去银钱来 小青道 对 青燕让咱们郡主没脸 咱们便让他们兄妹俩没脸 尽管是在院子后边听了许久 终于弄明白了事情 得来龙去脉 大黄子是被青燕下药弄婚 卖到了奴隶市场了 脑子至今有点而不清醒 便被人买了去 后边又转手卖到了王芷儿的手里 王芷儿得到了大黄子 就让青楚拿笔银子出来 偿还她的损失 可青楚哪里肯 反倒以婚事要挟王芷儿 不能把这事说了出去 王芷儿一气之下 就使人画了这册子出来 四周围地卖了出去 看她这样子 还打算再卖个系列 看来初一开始 王芷儿是为了讨好青燕 能在李炯身边占一席之位 所以才想方设法地找到了青楚 可计是青燕将青楚 弄成了这般下场 她怎么可能赎她回去 王芷儿为了找到大黄子 花费不少 为了弥补损失 也打青燕的脸 这也制了这么些 大黄子的生活画策出来 尽管是把脑子里顺 想想青燕这几日 不同寻常之处 越想越觉得 此事极有可能 这些日子 青燕太不寻常了 简直和以往大相径庭 虽然言行举止 没什么不妥 但以前的青燕 哪会把钱财看在眼底 不行 她得弄清楚 为什么青燕与青楚两兄妹 为何反目才行 如若不然 与大商使团来说 便是大祸了 至于大黄子 王者儿不敢亏待她 也只得好吃好喝地供着 她还是慢点儿 接她回去吧 尽管是悄悄地缩回了身子 悄无声息地退走 小绿与小青 听到外边没动静了 互看一眼 眼嘴而笑 清楚听不到外边的动静 见两人鬼鬼祟祟的 互使眼色 警惕之极地 做着战斗准备 同时保持绝佳的风度 以免让自己 绝丑的姿态 落在了两人的眼底 变成画册 与雕像一臭万年 轻艳吃惊地望着金管氏 你说什么 你将那几车东西 找了银庄存了起来 金管氏恭敬地答 没错 公主殿下 老奴受皇上锁 托 一定得获好这几车货物 这是您在大韩 防身保命根本 您且放心 这银庄 是大韩数一数二信的过的 如果要取银子 只要把咱们两人的姓章 同时拿了出来 便能取得出了 他这是要防着他了 青燕气得直哆嗦 怒指着他 我才是你的主子 你这么做 算什么 这些东西是你的吗 尽管是满眼的吃惊与无辜 公主殿下 以往这些 银前往来 全是老奴一个人做主 也没见您有过意义 近些日子 您这是怎么了 燕儿拉了拉他的衣镜 青燕盲吸了一口气 勉强笑道 尽管是 以后你做事 到底还是禀报一身为好 尽管是委屈的执事 公主殿下 你以往可是银前为会晤的 老奴只担心这些事 烦扰了您 才不敢来禀报 青燕眼前直冒惊心 心想他这是上了一个 什么人的身啊 居然是银前如会晤 他平息了心境 婉转的道 咱们这是在大寒 我总不能像以往那样 不懂事 燕儿见他脖子上 一根青筋直跳 很怕他失态 忙让金管是出去 扶了青燕坐下 小声细心的 公主殿下 您别生气 金管是对不敢有二心的 青燕阴沉住脸冷笑 他 这是在防住我呢 说说 他都去了哪里了 一回便这样 燕儿一拍手 便从角落里闪出个老玉来 向青燕禀报 老奴打听过了 自那平乐郡主的势必来了之后 金管是便跟了出去 到平乐郡主处求见 平乐郡主那里有十二女妻守住 老奴不管跟得太近 金管是进去之后 一个时辰才出来 出来之后 脸色便有些不好看 青燕一挥手 那老玉又引进了黑暗里 像没来过一样 青燕咬着牙道 定是这王子儿向他说了些什么 让他起了疑心了 燕儿说 是不是大皇子在他手里 让金管是打听了些什么出来 照道理不应该啊 他既知道了大皇子的下落 为何又不把他救了出来 青燕道 我也想不通 此理 既是这样 咱们得灭了那源头才行 王府那四姨娘 就这几天生了吧 她笑容柔美魅力 却让燕儿生生打了一个寒颤 垂了头低声打 是的 公主殿下 那谢时这几天就回来了 贤德太后那边会放了她的 到时候 王府可就热闹了 好好派人盯着 我看他这一次 还能逃得脱 他一挥袖子 就把桌上的杯碟扫了落地 小青与小绿走进来 两人脸上带笑 对王者儿道 纳金管是躲在墙后 把一切全听了去 倒没有怀疑王者儿端起茶杯 饮了一口 也笑了 那吃货还是那副傻样 小青与小绿两人同时眼珠嘴笑 是啊 以为小绿要画她 每天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生怕试了风度一抽万年 小青学着那清楚的模样 端正了面孔 翘起兰花纸 不是的 三人同时大笑 小绿敬佩地望了王者儿 郡主 您可真厉害 这便使她上当了 由她亲口说出 那青年对她不利 使得大商使团内部起了曲曲 咱们的银子更好赚了 小青摩拳擦掌 郡主 我再和胡叶一起雕些物件儿出来 册子卖给平头老百姓 这玉雕件儿 就卖给有钱的人 王者儿道 是这个道理 清楚的容貌不错 听闻当年她来到大韩 来到街上 也曾英国买车呢 小绿叹息道 只可惜她现在房的盐 连老王头 但女儿放在她面前 她都保持君子风度了 表情没以前那么生动啊 王者儿说 玉雕件儿 不需要那么多表情的 难做 小青 你在一往画册上 挑出一个姿态出来 便成了 小青拍手道 奴婢定会挑个 最能代表她的 她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小绿和王者儿 去了胡叶那里几趟 知道胡叶研究出来的新东西 便道 郡主 小青雕号之后 让胡叶照住她雕的 做个模子 用那些新东西 成批地制了出来 岂不是更能赚银子 王者儿可不敢这么做 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 她总觉得这个世界 不光是她一个人 从现代而来的 那人隐藏在暗处 并没有把现代的东西 带到这里 那定是有原因的 既如此 她也不能改变太多 让人察觉了 但别银子还 没赚到性命 倒让人先惦记上了 她提醒自己 嘴里边可不能再碰触 什么现代的词而来了 这件事 以后再说 胡叶那里记忆 还没有那般高超 王者儿道 又叮嘱到 胡叶那里的东西 绝不能让人发现了去 你们可得仔细了小 绿和小青 拍了胸膛保证 如有人发现了 立刻杀人灭口 王者儿和小绿小青 说了两句 便打发他们出去了 他们便又回到了那民居 继续兴致勃勃地 瞪着青楚 画她的画像去了 王者儿便靠在枕上 歇了一会儿 才没歇多久 就觉有人摇她 摇得她的头 一阵阵地昏 一睁开眼 就看见了王子青 站在跟前 满脸高兴 妹妹 妹妹 咱们娘亲回府了 见王者儿一脸呆争 以为她高兴坏了 又摇住她道 妹妹 咱们娘回来了 王者儿一下子坐起 娘回来了 正说住 谢氏有两个丫鬟扶住 绕过屏风 走了进来 向王者儿笑道 者儿 娘回来了 王者儿忙上前 扶了她到榻上坐下 又看清那两位 扶住谢氏的婢女 是宫里头人的打扮 便笑道 多谢两位子子 送我娘回府 从银箱子里 拿出两钉银子出来 就要塞 在那两人的手里 两位宫婢却推拒了 笑道 郡主不必客气 这是奴婢们应当做的 奴婢们受太后指派 日后便跟住 服侍二夫人了 第三百一十一张拱手 就知道 没有这么好的事 有李炯在 贤得太后 不会为难谢氏 但怎么会 不派人监视着 那两位名叫 金姓金菊的公婢 向王者儿见了礼 便到外间守住 谢氏这才拉了 王者儿泪如雨下 王者儿上下 打量了她两眼 见她精神尚好 人倒是接涉许多 松了一口气 盲问 娘在那庙里 可曾受苦 王子卿插眼 九王爷可真是美 被说的 隔三差王便送了东西给娘 娘在那里 只管轻心养生 反倒比回到这王府好 谢氏的容貌表情 倒真是宽和平静了许多 少了些以往的 畏缩之气 谢氏拉了王者儿的手道 除了不让我出那院子 我倒真没受什么苦 者儿 你这院子里可添了不少人了 都是九王爷指下来给你的 者儿 那九王爷到底对你是个什么态度 王者儿被他连珠炮般的提问 弄得哭笑不得 朝王子亲望 他几没弄眼的示意 谢氏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王者儿便含糊地说 现在还不知道呢 娘 您别担心 谢氏道 娘怎么能不担心呢 你现在这样 不除了那里酒 还有谁敢娶你 他弄了这么些人来给你 可他的婚事 他自己能做主吗 没有贤得太后点头 你以为能成事 看来贤得太后派来的人 在谢氏面前说了不少闲话 去 王者儿看了王子亲一眼 王子亲便劝道 娘 您担这些心干什么 九王爷送来的人 妹妹能拒了吗 再者 这人都已经送了 也没有人来说个不字 太后与皇上都默许了 有什么事 自有九王爷担住 谢氏便吁吁 坐了下来 拉了王子儿的手 辅助她的面颊仔细打量 看她瘦了还是胖了 王子儿便问 娘这么便回来了 那皇庙馆似的 没说什么 谢氏道 没说什么 只是说禀了太后的意志 让我回复 其他的便没有什么了 王子儿反复问了又问 问得谢氏不耐烦了 子儿 你怎么这么多心 送我去家庙清养 这也是太后的恩宠 一般人哪能够的这样的恩宠 王子儿无可奈何 谢氏如果有半分 陈柳掌公主的心机 也不会被人胡弄得 连正式之位都白白拱手让给人了 纵使贤德太后有什么打算 也不会让她瞧出什么 她总觉得这里便没这么简单 在亲烟公主和亲的紧要当口 她还以为贤德太后 会在谢氏上做文章 以谢氏要挟 让她老实实的 未曾想 谢氏这便被放了回来 谢氏坐了一会儿 见王子儿并无二样 便放下心来 起身道 我这才回府 就匆匆赶来见你 怕是不合理数 得先去姐姐那里 拜会一下才行 还有你爸 她还为下朝回家吧 王子儿脸上露了古怪之色 想了半赏才弄清楚 那姐姐指的是陈柳掌公主 自从王凤儿被打入冷宫之后 陈柳掌公主在后院养病 已养了一个多月了 这期间又发生了不少事 王子儿好长时间没看到她了 王子清与王子儿互相使了识眼色 皆明白了对方眼底的意思 如果把府里现在的情形告诉谢氏 会不会把她吓出病来 陈柳掌公主伪善 所做的事 全没当着谢氏的面来 以谢氏的脑子 怕也不能理解这么多 指不定反倒把他们兄妹怪上了 王子儿忽然明白 嫌得太后为什么放谢氏回来了 就像她让大商使团窝里反一样 她也想让他们一家人窝里反 王子儿默然了 她居然与对手心有灵犀了 谢氏一连叫了王子儿两声 子儿 子儿 王子儿这才从神游太虚中清醒 问谢氏 怎么了娘 你和娘一起去 看看嫡母谢氏不容分说 又望向王子清 王子清便说 娘 我得了你回府的消息 告假从衙门赶回来的 我还得回衙门那说完 向谢氏拱手 拔脚就逃了 王子清逃了 王子儿不能逃 她也想着去见陈流长公主 看看她到底成了什么模样了 于是扶了谢氏的手 温顺地道 娘 我陪您去谢氏见她温婉 满意的 点头 芷儿啊 娘不在的这些日子 雨红啊什么都不能落下 你就要说清了 似想起了李炯做的这些事 这说清的话头就说不下去了 就要嫁人了 这嫁人之后 这些可都是紧要的 千万别让他人比了下去 王子儿温婉柔和的道 娘 您请放心 小黑在一边 姐妹弄眼 帝和小成笑 王子儿侧过头去 瞪了两人一眼 傅又转过头来 对谢氏继续温顺 娘 还有大哥呢 大哥这不是还没娶嫂子吗 谢氏道 你大哥是男子 不仅要 可女孩家年纪大了 还不嫁人 便会被人笑话一路说着 便来到了 陈柳长公主的住处 才来到院门口 嬷嬷便颤住嗓门道 大小姐来了 谢氏一看 这康嬷嬷低垂着眼 似不敢抬头望两人 便齐了 以往她来探望姐姐 这康嬷嬷 可是鼻孔朝天的狠 金儿个去是怎么了 康嬷嬷 去跟子子禀报一声 说我回来了 来看看她 谢氏道 康嬷嬷嬷了一声 如见了鬼一般 提了裙子就跑 谢氏莫名盯着她 呆睁半嗓 芷儿 这是怎么了 她也决出不对来了 这院子 还是陈柳长公主的院子 风景布置 没有一点改变 可这富丽堂皇当中 就露出些萧瑟来了 院子里 再也没有那女儿家的 欢声笑语 就连吓人 脸上都阴沉了许多 谢氏刚从皇庙回来 还弄不清楚状况 一边走 便一边问了起来 听说奉儿入了宫了 她可还好 王侄儿道 娘 等会儿 见了嫡母 宁可不能提她 提她 嫡母准生气 谢氏争了争 启儿呢 也没见她的 王侄儿说 她也不能提 提了 嫡母也会生气 谢氏再问 如云呢 如云总能提了吧 第312章尖叫 王侄儿说 娘 他们三个 你都不能提 嫡母生病生成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三人 她贴在谢氏耳边道 等回去 我再把前因后果告诉你 谢氏担心了起来 你嫡母脾气不好 但她是个讲道理的 这话似乎也说不下去了 咽了一口唾沫道 其而 等着会儿好好和嫡母见礼 说话间 便来到了 陈流长公主住的东乡 康嬷嬷挑了帘子 让两人进去 一进屋子 一股药味儿便冲鼻而来 屋子里光线昏暗 两人在屋中央站了半晌 才看清踏上斜歪住的人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头花白的头发 头发疏得纹丝不乱 一幅宽宽的抹额 横戴在额头之上 那一双眼睛倒是凌厉如往昔 像黑暗之中潜伏住的猫 谢氏惊得一哆嗦 差点便站不住了 这满头花白头发的老玉 是陈流长公主 她几乎怀疑 那嬷嬷是不是将她领错了地方了 妹妹倒还记得来看我 陈流长公主嗓门沙哑 呼得拔尖了声音 是来看我的笑话的吧 陈流长公主余威犹在 把谢氏惊得后退两步 如不是王指儿 扶住 差点就跌倒在地了 那头花白的头发 便一下子来到了谢氏面前 尖尖的指甲指着她 如今你高兴吗 凤儿起儿都没有了 就只剩下你的两个子女 谢婉依 我告诉你 咱们没完 你是王府的妾 一辈子都只能是王家的妾 我就算鬼也不会让你风光 她语无伦次地大叫 指甲差点滑到了谢氏的脸上 谢氏一声尖叫 连连后退 姐姐 这是怎么了 我才回府出了什么事了 陈流长公主一双眼睛死盯住她 一如既往的林立 是贤得那老太婆弄 的鬼是不是 这些日子我才想得明白 当年她为什么那么好心 成全了我 将你弄成平妻 一同嫁给王岐凯 那王岐凯就是一个下三滥 他让我嫁给了一个下三滥 我堂堂一个大喊长公主 却要与你这个女人平妻 嫁给一个下三滥 我们都上当了 都上当了 当年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几十年的光阴 浪费在一个下三滥的身上 谢氏瞪圆了眼望住她 简直不敢相信那端庄和气 温婉大放的陈流长公主 变成了这幅模样 那满脸的憎恨与皱纹 比那乡下的泼妇婆子更不堪 她甚至闻到了 她嘴里护出来的腐朽气息 才不过几个月的功夫 她就成了这幅模样 这到底是怎么了 姐姐 您怎么能这么说老爷 老爷不是好好的吗 现在又成了聚露台监官 恩宠更甚以往的 牧神猴谢氏 躲过了她挠过来的手指 怯生生地道 哈哈哈哈 监官 她是风光了 可她做了什么 替凤儿做了什么 凤儿被打入冷宫 我叫她去求求皇上 她缩在家里 一声都不敢出 一眨眼就想推了王启儿出去 可没想到 老天爷有眼啊 王启儿也折了 陈柳掌公主 恶狠狠地盯着谢氏 她的脸还是那么光滑 头发依旧黑如漆染 去 冷妙离几日 更是清减了几分 却养成一身的仙气而来了 反观自己 头发白了 脸也不成样子 她搞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的废物 反而越活越好了 越活越滋润了 而她 百般算计 万般经营 却落得了这样的结果 都是因为王启儿 谢氏生了一个恶毒的好女儿 如果不是王启儿 她堂堂一个陈柳掌公主 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陈柳掌公主 恶狠狠地瞪着王启儿 简直想把她瞪出一个洞来 谢氏上前一步 拦在了王启儿面前 鼓起勇气道 姐姐 你怎么连谁都怪 儿女自有儿女的福分 谢氏虽有些软弱 对一双儿女倒是好的 王启儿被谢氏拉到后边 倒有几分感动 这些日子 陈柳掌公主连遭打击 见谢氏赶拨嘴 早已忍耐不住 一扑就扑了上前 自被王启儿拦住 使了个巧劲儿 把她推倒在床上 谢氏被这一扑 吓得惊声尖叫 在这屋子再也待不下去 拉着王启儿便往屋外走 才走了没两步 就撞上了王启凯了 惊喜地道 老爷 我回来了 王启凯从鼻孔里 哼了一声出来 回来 就好 他事先落都没有落到两人身上 绕过了他们 就往长廊尽头走了去 谢氏脸上的喜色 一寸一寸地退得前前静静了 他去了皇庙静养 王启凯对他不闻不问 除了两个子女 隔三差五地去探他 王府再没有其他人探望过他 至于王启凯连直言片语都没有 此时 他脑中回想着 刚刚陈柳掌公主对他的言语 一脸苦涩 他和陈柳掌公主 这是嫁的什么人啊 他心灰意冷 牵了王芷儿的手 芷儿 咱们回去吧 回到院子里 王芷儿这才把这些日子 发生的一五一时 向谢氏说了 也不便说得太过详细 只把王如云怎么死的 王启儿怎么陷害 反倒把自己饶了进去 向谢氏简单地说了 谢氏一时感慨 一时恼怒 辅助胸口满脸惊惧 道 幸好你福大命大 几次死里逃生王芷儿 见谢氏提都没再提起王 齐凯 倒是松了一口气 心知他对王启凯一往的情谊 怕已经淡了 这一边 王启凯走进了 陈柳掌公主的屋里 一只杯子便飞了过来 直击在他的肩头 你滚 本公主不想见到你 王启凯见他蓬头散发的模样 忍 聊心底的厌恶道 夫人 你又发什么疯 陈柳掌公主几步 便从踏上下来 上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巾 上上下下打量住他 霍尔失声痛哭 我怎么会嫁给你了 嫁给你这样一个下三滥的人 王启凯大怒 一把将他推开 让他落地 冷冷地道 你以为你还是那威风八面的掌公主 旁边猴住的嬷嬷 失声尖叫 驸马 您干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对公主 王启凯冷冷地扫向他 扬声道 来人啊 把这个不分上下的 给我绑了 打二十板子 两名恐无有力的剑扑进来 有了那嬷嬷走 嬷嬷惊得失声大叫 公主 夫人 舅舅老奴 陈柳掌公主 从地上摇摇晃晃地站起 指了他嘴唇直哆嗦 驸马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可别忘了 芬儿虽打入了冷宫啊 但我还有鼎桥鼎盛两个儿子 王启凯不屑地忘了他一眼 鼎桥鼎盛懂事得很 老夫会好好给他们安排一门轻事 安排好他们的仕途前程 芬儿不是因为你的胡乱教导 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那嬷嬷被堵了嘴 拖了出去在院子里仗打 陈柳掌公主全身颤抖 驸马 你这般藐视皇家尊严 就不怕我上书皇上 治你的罪 王启凯吃笑了一声 看来公主还没弄得清楚 老夫才是王府一家之 长 你以为你是先皇在世之时 那威风扒面的陈柳掌公主 王府现在的一切 靠的都是老夫 陈柳掌公主气得直发昏 上前便来拉扯王启凯 王启凯一扶 袖子将她扶开 她一个收拾不住 额头撞在了桌子脚 王启凯却看都不看 就走了出去 来到外间 一叠声的吩咐 来人啊 把这起子不懂尊卑的奴才 全给老夫绑了起来 发卖了出去 另派些懂得分寸的 来服侍夫人 一时间院子里哭声震天 有些跟住 陈柳掌公主时间长的 便指着王启 凯大骂 你这个白眼狼 当初不是掌公主万般提携 你会有这般光景 王启凯阴冷住脸一挥手 那些叫骂不休的便被拖去了打板子 陈柳掌公主想冲了出来 在门口就被拦住了 王启头都没回 冷冷地道 夫人 我劝你还是幽住些的好 风儿在冷宫里受不过 找到皇上哭诉 说所有一切都是你指使的 皇上大怒 差点连老夫的官职都不保 这才给了个机会 让老夫好好管教你 夫人 为了您那两个儿子的虔诚 你便在这院子里好好养着自个儿 别再出什么馊主角了 陈柳掌公主私生叫道 我不信 我不信 皇上不会不顾我的 太后呢 太后她便眼看着 王启凯嘿嘿两声笑 太后 别以为 早年你做的那些事 别人都蒙在鼓里 陈柳掌公主后退了一步 脸上现了震惊之极的神色 王启凯 你和太后 王启凯道 没错 当年如果不是太后下了旨意 我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个跋扈至极的女人 陈柳掌公主忽然间明白了 当年他嫁给她 便是一个陷阱 他们联手 把她困在了内宅 王启凯娶了她 从贤德太后手中换取了荣华富贵 让她一生都在后宅之中争斗 她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嘴里边喃喃 我真后悔 真后悔啊 第313张脸上的黑 王启凯心底更为厌烦 你后悔什么 这么多年 王府是你的天下 老夫瞧在贤德太后面子上 对你一再容忍 你却不识好歹 在府里兴风作浪 把老夫的几个女儿全折了进去 老夫的儿子 也不能再折于你这妇人之手 陈柳掌公主面色滋长 王启凯 你会遭到报应的 会遭报应的 王启凯被她的叫的头痛 最近也不知怎么的 她的头老是痛 好几次在路上走着 便昏了过去 幸而有王鼎桥陪住 才没有出大乱子 许是上次被人劫持 留下的后遗症 她不耐烦 再看她这服样子 吩咐把伺候 陈柳掌公主的人 全都换了 又派了几名新人 来看住她 这才离开了 王启儿才拿汤匙 饮了口帘子羹 小黑走了进来 低声道 郡主 都打听到了 夫人被老爷软禁了起来 那院子里的下人 全都换了王子 而停了手里的汤羹 将碗放在旁边 笑了 宫里边又发生什么事吧 如果不是宫里边 发生了什么 王启凯哪有这样的胆量 和陈柳掌公主叫板 陈柳掌公主 以往在王府 怎么样的嚣张 她不也忍住 笑 都传遍了 王淑妃被皇帝 从冷宫里放了出来了 也不知道 王凤儿怎么办到的 把罪名都推到了 陈柳掌公主身上 贤德太后 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小黑见她沉默不语 脸色古怪起来 道 郡主 您就不问咱们王爷怎么样了 王指儿端起杯子喝茶 把茶杯挡在脸上 含糊地道 她 能有什么事 小黑便满脸沉痛道 咱们王爷啊 只怕麻烦大了 王指儿一下子 把茶杯拿下 眼睛瞪得溜云 什么麻烦 从宫里边传出了消息 说啊 王爷被嫌得太后留在宫里头 隔三差五的派人 接了那清宴公主进去 让王爷陪着王指儿 附用拿起那茶杯 把脸挡住 漫步惊心道地 陪着便陪住 还以为什么大事 小黑恨铁不成钢 这还不是大事 郡主 你倒是想想办法才是 王指儿叹了口气 小黑 有些事 他自己不做 别人怎么抢求 也抢求不来的 你以为皇宫是你家郡主开的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忽然间心烦了起来 把那茶杯烹的 一声放下 小黑便很是被吓住了的模样 向王指儿道 郡主 您先忙住 奴婢出去了 王指儿挥了挥手 让他出去 小黑来到外边 必尽之处 拿了笔哨子出来 吹了两吹 顾海闪身而出 问他 怎么样 郡主什么反应 小黑很诚实地说了 好奇 都问 顾首领 您现在每日里的活 就是打听咱们郡主的反应 顾海一脸惆怅 小黑 活不分大小 这要是王爷交代下来的 咱们都得好好钱 小黑很为他拘了把同情类 顾首领 太难为您了 想想以前 您也曾赤渣风云过 兼听的全市动辄商人性命 关乎朝廷的大事 您这是大财小用啊 说完 太眼住嘴笑 顾海阴沉住脸 瞪了他一眼 小黑 我可警告你 你跟住郡主便罢了 可别蛊惑他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小黑哼了一声 咱们这 十二女妻的规矩 我比你懂得可多了 咱们只服从女主子的命令 其他一概不论 再者 说起蛊惑 咱们郡主做事 还用得助我来蛊惑吗 顾 海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说的也是 郡主做几事来 总让人心惊肉跳的 你这说说 他这些日子干的 我是如实回复王爷好呢 还是得如实回复 小黑给他出主意 顾首领 王爷又不是指派了您一人负责此事 您往别人身上一推 不就成了 他说的没错 让牧山去回了王爷 不就成了 一眼望见小黑 眼神闪闪朝他望住 盲端正了面孔道 我是这么推卸责任的人吗 小黑暗笑 向他拱手 不是 您绝对不是又好奇的道 顾首领 你且说说 王爷让我把宫里边的事 透露给郡主知道 是什么意思 就为了看他什么反应 过海挠了挠头 我也不大明白王爷的意思 那 清燕公主 应显得太后下旨 王爷不得不好好招待 咱们王爷不耐烦住呢 我前两天见了他 脸黑的能滴下水来 耐着性子陪着那清燕公主 当时的情形 我真怕王爷一个忍不住 把清燕公主给推进湖里去 当时两人在游湖 小黑不以为然 顾海 你看错了吧 王爷可不是那么沉不住气的 顾海道 咱们跟住他久了 他什么脾气别人不知道 我们还不知道 王爷笑得越和蔼 便是他心底里火气阵亡之时 可笑那清燕公主 被他那一脸亲切的笑 弄得神魂颠倒 看不清他脸上的黑 我都亲眼看着他 站在清燕公主的后头 手掌捏紧了又松开 青筋都抱出来了 小黑便感慨 王爷真的会推的 顾海台延期眼皮子望了他一下 如果不是我上前打扰 清燕公主真的跌进水里去了 王爷可真会这么做的 为了摆脱他的纠缠 让他在床上躺个几天 他坐起来可毫不手软 小黑缩起身子打了得哆嗦 顾首领 您再多说说王爷的脾气 也好让我以后 不被王爷那笑容给误导了 把他发怒看成了赏识 顾海这才醒悟 自己透露的太多了 心想这十二女妻之手 果然不简单 这么住 就让他把主子的秘密 给透露了出来了 盲咳了一声道 好好办差就是了 怎么能打这种算盘 主子的心思 是你能坠策的吗 小黑盲站直了身子 顾首领 我们还不是为了我家主子 我懂得多一点不好吗 我把王爷的脾气 多向郡主提一提 以免他日后受了挂落 顾海道 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 你胡操写什么心 应该带人 则